第251章 秦夜节联盟打开 慕容熙找到自己那套银针 她给小孩子在关键的几个穴位上扎了几针 然后对着城务长说道 拿个毛巾和白酒给她擦拭身体 估计两个小时之后就会退烧 到时候她也正好醒过来 城务长联盟应了一声 白酒正好她自己就有一瓶 这是准备这次下班回去给她家老头子带的 现在可以先用上 人出去之后没多久就回来了 把酒和毛巾交给了慕容熙 同志既然你是会医术的 那这孩子就麻烦你先照看一下 两个小时之后也正好到下一站 我们会把孩子先交到当地的公安局去 方便公安找到她家人 这个卧铺没有乘客 我帮你们俩车票升级一下 你们安心载着就行 秦也杰当即说道 好 那我跟我媳妇先谢谢了 城务长走了 秦也杰接过她对象手中被酒打湿的毛巾 谢谢 我来 小屁孩虽然还小 但怎么也是个工的 她纯洁的身体都还没有让对象给她擦过呢 怎么能让她对象擦着小屁孩呢 反正只是擦身体 这技术含量小 慕容西就把毛巾递给了她 然后指示她该怎么做 这个的确简单 秦也杰按照她对象的提示 然后先是脱掉小孩的衣服 开始慢慢擦拭 慕容西坐在对面 她看着忙碌的秦也杰 然后就问了一句 那两个你是怎么看出来是同伙的 随没熟眼的 一看就不是什么好东西 更何况 先前我说那老女人是拐子的时候 就注意到那俩人想要冲过来 这肯定就是同伙 慕容西听后 不由地表扬了一句 嗯 一直观察力还挺厉害呢 还行 也就一般般吧 秦也杰得到心上人的夸赞 每眼都染上了喜色 她就知道 她在她对象的眼中 就是这么好 果然 她对象 就是这么的喜欢她 在她的心中 自己是不是就是那英雄啊 是不是觉着她最厉害呀 哎 咋就这么喜欢她呢 慕容西可没有错过 她脸上的神色 不由地玩玩一笑 莫名觉着 这表情挺有喜感的 没再打扰她 直到秦也杰擦得差不多了 嘻嘻啊 你真太厉害了 我觉得这小孩的身体 好像并不那么烫了 慕容西走过来 她弯腰 朝那孩子的额头上叹了一下 嗯 的确是在慢慢退呢 你把这些衣服 重新给她穿上吧 秦也杰点了下头 好 虽然 她家侄子侄女好几个 但是 给这么小的孩子穿衣服 还真是头一遭 不由得 有些手忙脚乱的 费了好大劲 才给全部穿好 这孩子长得挺好看的 看这样子 估计家庭条件也不错 慕容西看待孩子身上的衣服 不像是农户出身 秦也杰想说 以后他们俩的孩子 肯定比这小屁孩要好看得多 第252章 不过这句话 也只敢在心中付费 嘴上却是认同 对啊 这娃的家庭条件不错 估计爹妈都是拿工资的 这玩儿也算是运气不错 要不是碰着咱们 他以后就得受大罪咯 慕容西点头 可不是吗 只要是没碰到他们俩人 这孩子不仅会被这些拐子卖掉 恐怕 很有可能还会被烧成傻子 世上最大的悲情 就是这种骨肉分离了 所以那些人贩子尤其可恶 两个小时一晃而过 虽然他们所在的窝破丹尖 酒精味比较浓 但是对于慕容西来说 却在能接受的范围之内 毕竟外面的车厢气味更加难闻 各种的汗臭味夹杂在一起 而且这里的卧铺 不仅有单独的空间 还能躺着呢 嘻嘻 你看 他醒来了 秦也杰一直注意着 床铺上的小男孩 发现这小家伙睁开了眼睛 本以为这小家伙会哭的 却没想到 他居然不哭 这倒有些新奇 慕容西听到秦也杰说 小男孩醒了 就立即走了过去 那小男孩睁开眼睛的时候 还真的是挺漂亮的 不过 他这茫然的小眼神 还挺让人心疼的 他先给小孩搭了下麦 发现不仅退烧了 体内残留的那个迷药 也已经散了 小朋友 哪里有不舒服吗 有不舒服的话 可以跟姐姐说 正常情况下 四岁的小男孩 语言能力 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或许是因为慕容西 漂亮的长相 还有她那温柔的表情 小男孩伸出手 姐姐 包 秦也杰无语啊 小屁孩 那是我媳妇啊 你抱个啥抱啊 她快步一伸手 你太重了 姐姐抱不动 哥哥抱你 小男孩虽然有些抗拒 但是秦也杰就比较强势了 一下子就把人给捞了起来 以不太标准的手法抱着 哥哥带你去找成景 等会儿让成景带你回家 回家这俩字 让本要挣扎的小男孩 瞬间就安静了下来 秦也杰和慕容西都觉着 这小孩乖巧又懂事 一般情况下 哪个小孩不哭不闹啊 秦秦啊 你在这儿等一会儿 我先把这孩子送过去啊 下一站马上就要到了 这孩子正好送到成景那边 这样也方便踏下车 慕容西点了下头 香 秦也杰正要出去的时候 外面响起了敲门声 他拉开门 就看到两个成景正好在外面 秦同志 我们正要找你呢 谢谢你们 帮我们抓获了人贩子 避免了更多的受害者受害呀 那些人贩子 也已经交代了这孩子的由来 我们是过来接孩子的 秦也杰忙把抱着的孩子递过去 哦 那正好 这孩子已经醒过来了 快把他带走吧 成景见此 连忙伸手接了过去 谢谢 那我们就把孩子抱走了 哦 赶紧走 这样啊 就没有人来打扰他和他对象了 成景抱着孩子走了 秦也杰把这门给关上 瞬间就只剩下他和慕容西俩人了 本来有个孩子在这里躺着 秦也杰倒是也没有多想 但是现在 他感觉就是有些不一样的狠呢 莫名的有种燥热感 嗯 谢谢 饿不饿 要不要来点吃的 或者我去给你买点饭 不用去买饭 先把你带的馒头给吃光吧 这放久了 天热容易坏 主要是慕容西这会儿 并不觉得饿 所以随便吃点就行了 啊 好 秦也杰移着他的小碎步 坐到了慕容西对面的下坡位置 他眼神闪了闪 看来我们这好事还挺好啊 瞧瞧 这卧铺就是给我们的福利 这年头 卧铺很难买到 反正不是普通人能够订得到的 嗯 是挺好 慕容西最满意的就是这个了 要不然得三天 坐在大通硬座那里了 还真是挺受罪的 那你吃鸡蛋吧 我给你剥 秦也杰感觉 要找点事情做 要不然 他有些止不住 自己那如万马奔腾的脑子 总是没有办法控制了 我的神呢 他好歹也是个血气方刚的年轻人 这看得着吃不着 真不是他思想龌龊呢 他要是对心爱的姑娘 没半点想法 那估计 才是真的危险了 秦家村 李芷兰拔了半天的草 手心痛得要命 最重要的是 慕容西那贱人 为什么都不用干活呀 一想到自己从今天开始 每天都要在太阳底下暴晒 而那个贱人 则是舒舒服服的 在那卫生室里待着 这嫉妒就啃食着他的心 让他五内聚焚 难受得要命啊 凭什么 那贱人来这里之后 这日子反倒过得比以前舒坦了 不行 他不同意 正好看到村长从不远处向这边走来 他想也不想就走上前 村长 村长看到叫他的人 是新来的知青 他眉头微不可见地皱了一下 李同志啊 什么事啊 村长 我想问一下 我妹妹 上午好像没有看到她 不知道她去哪了 村长一听这话 就觉得这姑娘心眼多得很呢 而且还挺不聪明的样子 你不是说你爹病重 让他回去探亲吗 慕容同志今天一大早就回家探亲去了 李芷兰震惊啊 他昨天只是找了这么个借口而已 慕容熙那个贱人 还真的用这个借口回城了 不知道为什么 他这心就更加的不痛快了 第254章 还不等说话 村长再次开口 你这么问是什么意思呀 还是说 你昨天说你爹病重 是骗人的 你这话 昨天可不止慕容熙同志听到了 我们村 好几个路过那边的人 那也是听到的 后面这句话 直接把李芷兰否认自己 要说过的话都给堵住了 他面色很不好 是的 每周我妹妹回城 我爹一高兴 病就好了 这样最好 村长的视线 落在那半框草上 他眉头皱得更深了 李同志啊 念你刚来不适应 给你派的可是最清醒的割草的活呀 可你这一上午割的 那还没有六岁孩童干得多呢 你这是在摩羊供吗 上头是让你来我们村干活的 可不是让你来体验生活 你下午要是再这样 我看还是跟公社说一声 把你调到其他村得了 我们村呢 不需要摩羊供的人 村长觉着 就该去公社里反应反应 不然什么香的臭的 都往他们村里塞 李芷兰听到这老头这通指责 心里就更加的不痛快了 在他知道 慕容熙跟这老头子儿子谈对象的时候 他现在有这般说 那分明就是在针对他 村长 昨天晚上 我住的地方有蛇 所以没有睡好 对了 村长 既然我妹妹回家了 她住的地方只好空着 能不能让我去那里住啊 村长讶异地抬眸 这姑娘在说什么呀 就她 想住慕容熙卫生室那边的房子 她不得不承认 这姑娘脸皮可真的是绝了 她自己和慕容熙关系怎么样 她心里就没点说 昨天还被人给赶走了 今天见人不在 居然就像她这样吻 她也没有当场就说拒绝的话 而是反问道 你会医术吗 李芷兰没想到她会这么问 不 不会 可是 可是我跟我妹妹是姐妹呀 姐姐住到妹妹那里去 这不是很正常吗 村长可没有兴趣 再跟一个小姑娘在这耍嘴皮子 直接唬着脸 我不管你们什么姐姐妹妹的啊 你要是有医术 那也等慕容同志回来了 跟她商量之后再说住的事情 你没有医术这本事啊 那就不能住 这里是卫生室 不是什么人都能随便住的 那知青宿舍有空床 别人都能住下 就住不下你一个啦 乡下地方哪会没有蛇呀 你要是贤苦贤累还害怕 那你下乡来干什么呀 来这里啊 我们可不是要供着你的 与其下琢磨 不如好好干活 你想应国家号召下来的 就是要好好锻炼干活啊 这才对得起你下乡的目的 第255章 李芷兰被这一番话 给指责的那是 脸上一阵青一阵白 又一阵红 心中啊 给气得不行 这个村长 肯定就是在公报私仇 怎么会有这样的人呢 这气性一上来 他索性也不装了 一脸倔强地看向村长 村长 你是不是因为慕容西 就对我有意见 村长直接黑脸 我对你啥意见呐 啊 你干活连个六岁儿童都不如 我还不能批评了 那就很抱歉了 你要是想在我这里当祖宗 那你绝对是来错了地方 丢下这句话之后 他便直接走了 要是让他惯着这些 城里来的知青啊 那他这村长还当不当了 黎智兰看着那村长远走的背影 气得他不仅脸黑得彻底 身体都有些发颤 这个死老头 咋不去死呢 他这么不公平 有什么资格当村长 就在这时 赵玉鸣走过来 智兰 你还好吧 黎智兰的表情 当即就收了起来 瞬间转成低落 他眼眸十分委屈地看了眼赵玉鸣 随后垂眸 出口的声音有些低 却还是能让人听到 恰好一个度啊 都是我没用 村长说 他头垂得更低了 最后声枪都带了点鼻音 村长说什么了 赵玉鸣想到 村长还是秦也节的亲爹 而慕容夕现在啊 霸上了秦也节 这会儿看到李芷兰这般神色 那肯定是被村长说了 没 没什么 李芷兰的声枪中 鼻音更浓重了 他就是说 我哥的草还不如一个孩子 我真的不是 不是故意的 我只是第一次哥 也不是 来当什么祖宗的 赵玉鸣听到这些话 还有什么不明白 那老头 简直就是公报私仇 夹带着浓重的死人感情 咬牙切齿 异常生气 什么 他居然这么说你 他简直太过分了 根本不配为一个村长 他不正直 真的是 太欺负人了 他凭什么这么说你 走 我们找他去 李芷兰摇了摇头 不 还是算了 他是村长 整个村都是他说了算 是这里的最大 我们现在找他 无非也是自取其辱 什么他最大 这不上面还有公社吗 既然他这般老糊涂 那么我们就去找公社 不能让他这么欺负我们至庆 在他心中 他是知识分子 下乡支援农村建设来的 不说这些蛮话的村民感动 但至少不能针对吧 果然都是些不开化 没文化的野蛮人 第256章 李芷兰的心中很认同他的话 也就是这个意思 那老头既然不做人 那他就要把这老头给举报了 最好是被游街什么的 谁叫这家人居然跟慕容兴的贱人 搞在一起呢 一脸感动地看着赵玉明 玉明哥 你这是对我太好了 可是 你这样去 要是被他们给知道了 他们会不会报复你啊 那担心的眼神 让赵玉明疼了一下 就生出一股英雄豪情之气 我才不怕他 等我们找一些证据 就去镇场公社 找社长去 总要一击必中才行 要不然 没把人给弄倒 反而被记恨上 穿小鞋了 那就不好了 想了想 如果能把那些知情们 都鼓动的话 那就更好了 谢谢玉明哥 李芷兰嘴角微不可见地 向上扬了扬 赵玉明听到这感谢的话 还是有些高兴的 我们之间有什么好谢的 李芷兰也不是那么没脑子 两个人有什么用 他好言说道 玉明哥 都说人多力量大 我们两个人 别人会不放在心上 以为我们无中生有 无力取闹 但是 人多的话 那公社肯定会重视很多 不如 我们多找一些人 让他们也把心中的委屈 说出来 嗯 你说的对 不过这事 咱们得好好的 跟知情们商量一下 只是 要让你先说两条委屈啊 玉明哥 我说点委屈没什么 我只是希望这些人 能公正对待我们这些知青 他们都是背井离乡的人 本来就够苦的人了 怎么还能让他们受到当地人的迫害呢 我们知青 就应该团结起来 反抗这些迫害我们的人 芷兰 你这是太善良了 走 我们先回去 两人刚回到知青宿舍 就闻到一股肉香味 李芷兰的眼睛亮了一下 他真没想到 这些知青的伙食这么好啊 居然有肉吃 还烧得这么香 赵玉明虽然家里不是特别缺钱 但是 想要吃肉的话 那也是很长时间才能吃上一顿 所以 这肉香味 直接把他肚子中的蝉虫子 也给勾了出来 他们一起走进院子 赵玉明笑着问道 中午煮什么吃啊 怎么这么香啊 今天是正方做饭 听到这声啊 他便抬起了头 但是 当他看到李芷兰时 便一下子没了好脸色 他冷笑着说道 煮的是蛇肉呢 你们肯定是不愿意吃的 也就只有我们这些饿死鬼头胎的人 才会啥都不计 野菜汤 黑嬷嬷都已经做好了 你们自己去吃就行 他的这番话 让赵玉明和李芷兰的笑容 都僵在了脸上 赵玉明尴尬极了 他很想说他不忌口 毕竟 这煮出来的蛇肉 真的是太香了 但是 看到身旁的李芷兰表情不对 他就知道 自己要抛开他去啊 那便有些不好 于是他善善一笑 哈哈 昨天晚上芷兰并不是这个意思啊 李芷兰这会儿 把仇人名单又记上一个 想到自己还要用到这些人 他便深吸了口气 笑容勉强地重新挂在脸上 对不起啊 昨天晚上是我的错 我只是太害怕了 正方逆他一言 用不着道歉 没这个必要 我们从来不勉强别人吃不喜欢吃的东西 说完这一句 直接把那锅舌汤盛出来 然后端到了院子中的大桌上 赵玉民看到这些人的态度 也有些不满了 都道歉了 他们还想怎么样 这也太不饶人了吧 芷兰 你别把他话放在心上 只要和你相处久了 他们就知道你为人了 只是可惜啊 中午这顿肉吃不上了 李芷兰表情依旧是有点受伤 嗯 火车开了一天 终于到了夕阳西下的时候 虽然火车上的饭比较贵 还要票 但好歹是热乎的 秦夜节就算是苦自己 那也不能苦对象 叙叙啊 你在这待着 别出去啊 我去买点饭 慕容西吃了两顿水煮蛋和馒头 的确也想要换换口味了 反正他们不缺钱不缺票 从口袋里数出几张钱和票来 朝秦夜节就递了过去 那 这些给你 秦夜节很自然地就接过来 他的钱和票都上交对象了 这会儿 从他手中再接过来 心中有种很不一样的感觉啊 就像是那老夫老妻似的 哼 真是有着味儿了 太棒了 从包里翻出那个大饭盒 和一个糖次杯子 那我去买了 很快回来 慕容西点了下头 嗯 他们这些车厢 离餐厅那边还是比较近的 秦夜节很快地 打来一大盒的白米饭 还有一糖次杯的炖土豆 西西啊 这土豆听说味道很不错 你多吃点 嗯 你也吃 慕容西把大半的饭 弄到饭盒盖上 两人吃的还挺满足的 并没有想象中的难吃 吃完之后 秦夜节的思绪就多了起来 晚上 那他这是要跟西西睡一块了 想到这里 原本平静的心 一下子跳得飞快 光想想那个画面 他就有些紧张怎么办 秦夜节觉得 这车内的温度 好像比大中午的还要高 让他有一种 透不过气来的感觉 西西啊 我给你去搞点水 然后洗一脸 我们 睡觉 光这两个字 他就烧得不行 眼神偷偷往他对象那边 瞟了瞟 发现他听到这两个字 神色正常 也没什么特殊反应 难道他对象在故作镇定吗 一定是 姑娘家家的都是这样 肯定这会儿比他还要紧张 只是他害羞而已 孟荣西摇头 不用那么麻烦 反正回头涂脸的三天就行了 等到了之后 我们先去找个旅馆 洗漱一下就行了 秦夜节可不会让自家对象 将就着受委屈 要不然 他来干嘛 没事 我带了个盆 去盛点水就行 孟荣西看他从包裹里 把脸盆拿出来的时候 嘴角臭了臭 他真是准备得太齐全了 怪不得提着这包裹 那么大呢 那好吧 谢谢 秦夜节快速走了出去 没过多久 他就端着一盆热水过来 并且还带了一个热水瓶 这让慕荣西真是惊呆了 你这热水瓶哪来的 哦 这个 碰到陈务长了 他把热水瓶借给我了 等咱们到站之前 还回去就行 秦夜节在外人面前 嘴巴特会说 他要是哄个人啊 那就能把人给哄上天 所以 这热水瓶和热水 都是陈务长帮忙弄的 并且 还想要给他几张粮票 说是 让他们在火车上买饭吃 但是这个 他没有拿 人家也不容易 他拿这个干啥呀 又不缺 啊 那陈务长还挺好的 慕荣西觉着 这个时代可爱的人 还是挺多的 他们俩人 也就举手之劳二爷 但是 这收获的 却是比较多 光是这个升级的卧铺 而且 只给他们俩人 就让他满意的不得了 嗯 确实挺好 希希啊 这水我兑了点凉水 你自己洗吧 我去外边 好了叫我 秦夜节说完这句话 不等他对象说什么 就直接走了出去 但没有去哪儿 就直接杵在门口站着 像一尊门神一般 慕荣西本来不打算洗的 但是 秦夜节既然都把水给端过来了 他就洗了下脸 然后擦了下身体 总算是这身上的汗味都没有了 虽然他是带了衣服 但也没有换 弄好这一切之后 便打开门 准备去倒水 秦夜节没走 一看到他对象好了 就连忙说道 哎 放着 别动 我去倒 一下子 就把脸盆给抢过去 慕荣西 其实啊 他想去倒水的时候 看看能不能去洗手间 把脚给冲一冲 总不能他用这盆 再洗脚吧 可惜 秦夜节端走得太快 他都来不及说 等秦夜节回来了 他便对他说道 我去厕所一下 他这一天了 也没有去个厕所 这会儿去一次 就打算睡觉 秦夜节当即说道 我陪你 不用 这里有咱们的东西啊 你看着 我很快就回来 即便是秦夜节担心 慕荣西还是就这么走了 这是慕荣西第一次 上这绿皮火车的厕所 不说臭了 真的是简易的不行 就一个木桶 然后是挡板 看到这儿 他差点都憋回去了 妈呀 这真是无言以对呀 他想念现代社会和高铁飞机了 强忍着极度的不适 他勉强上完厕所 打算从晚上开始 他一定要少喝水 少吃东西 秦夜节看到他回来 就松了口气 希希啊 你要睡累的话 那咱们就早点歇着吧 好 慕荣西觉得还是躺着比较舒服 不想再走动了 秦夜节看着躺在对面床铺上的人 明明是没什么 但是不知道为什么 他这心跳啊 就是跳得有些快 要知道 他这可是和他对象第一次睡在一块 这是一个很有纪念意义的日子 也是他的第一次啊 和一个姑娘家睡在一处逼着的空间 慕荣西也注意到秦夜节的眼神 他挑眉 盯着我干嘛 你不睡吗 哦 睡 马上睡 他哪睡得着啊 这媳妇就近在咫尺 他要是就这么睡着了 那他才有毛病呢 秦夜节觉着 这晚上有点难熬了 李平震惊极了 他不可思议地看着眼前侃侃而谈的人 这赵玉明 疯了吧 居然好端端地 蛊惑他们去镇上公社举报村长 村长干啥了 让他有这样子的想法 自己去还不够 居然还怂恿着他们一起去啊 这是当他们一个个都是傻子吗 他是一个比较温和的人 这个时候也忍不住沉着脸 我们是知青啊 我们是下乡来支援建设的 就算是不能被当成做上宾 但是也不能这么被针对吧 好歹我们都是些知识分子 怎么就能向地方的霸权者妥协呢 我们应该联合起来 反抗这种压迫 让他们认识到错误 不能不把我们当人看 赵玉明越说越激动 双手不断地配合着挥舞着 李平看他这个样子 实在是听不下去了 出声直接打断了他的话 赵玉明 你想要做些什么 都别扯伤我们 村长很好 这些年对我们颇为照顾 他既没有针对我们 也没有压迫我们 我们庆幸分配到了这个村子 所以你的话 我们是不能沟通的 时间不早 我们干活累了一天了 并且明天还要出工 我们要睡了 你要是有什么想法 跟别人去说 别再打扰到我们休息 说完这些话 李平就回到了自己床上 他可没有闲工夫 陪着脑子李木青的人 在这儿胡闹 其他知情们 见队长去睡了 于是一个个也都散开 回到各自的床上躺下 留下的赵玉明 脸上表情格外的难看 他在帮这些人呢 居然没有一个领情 怎么就如此胆小怕事呢 只要把村长给告倒了 那还用得着 怕那老头给他们穿小鞋吗 同样 另一个女宿舍的情况 也是如此 可以说更不好 李芷兰想要煽动 郑芳他们四个 奈何 郑芳他们对他的印象 实在是太不好了 比那刘晓小孩差 他们压根就不想理会 更别提 是让他们一起去公社闹事 简直有毛病 郑芳见他叨叨叨个没完 就忍不住发火 哎 我说你一完没完呢 你自己想要做什么 自己去做就成 可别把大家都当傻子一样的对待 你要是再叨叨叨叨的 那你就睡你后面的房子去 别在我们这睡 你不累 我们干活很累呢 别再打扰我们休息 脾气有些冲得徐慧田 也跟着出声 就是 你去上告也好 做什么也好 别拉我们下水 我们不参与 本来就累了一天了 只想躺着不动 好好休息 结果 这人却一直说个不停 烦都烦死了 鼓动他们去公社闹事 他以为他谁呀 可真是好笑至极 这才来一天呢 他咋就这么能搞事呢 真的好烦这女的 田心和王平 虽然没有出声说什么 但是他们却是认同 郑芳和徐慧田的话 只是他们俩人脾气好 没有讲而已 李芷兰气得 差点咬碎一口银牙 可这些人不理会他了 也就让他有些默可奈何 他知道 昨天晚上那一出 让这几人都坏了印象 一时半刻的 这关系估计是难以融洽 只能今往赵玉明 说服那些男人了 这么一想之后 心情当即就好受了点 然后 酸痛和疲惫感就上来了 今天割了一天草 他手都起了好几个血泡 累死了 在他来这里的预想中 这些活儿 本来就跟慕容西那贱人 帮他干的 想到慕容西 他的眼中闪过一道恨光 哼 这贱人不是回去了吗 那就等着 被爹给留在那里 嫁傻子吧 第二天醒来 他上工的时候 故意落后了几步 等着同样没有走的赵玉明 等他出来之后 便急急地问道 玉明哥 你那边谈得怎么样了 赵玉明一脸愧疚地摇了摇头 我昨天晚上好说歹说 他们都不愿意 对了 你这边正方他们几个怎么说 李芷兰听到赵玉明 没有说动那些知情 心里头失望极了 如果是以前的话 他对他有滤镜 感觉这男人 哪样都比较好 但是 自从在火车上 见过比他更好的男人 白林之后 他这边的滤镜就碎了 觉得赵玉明啊 哪儿哪儿都不是很好 甚至 非常的没用 我这边 也不顺利 他们很排斥我 估计 是我妹妹能跟他们 说了些什么 导致他们对我印象 非常不好 这要是个正常男人的话 估计听了这话 会觉得哪里都有不对劲 可惜啊 有脑残的除外 赵玉明在听到李芷兰的话之后 就异常气愤 慕容西 这是死性不改 太过分了 他要是有你一半 善良就好了 李芷兰特别喜欢 听他这般的说话 那嘴角 微不可见地 上扬了一下 突然 他想到一件事情 慕容西那贱人 既然回城去了 那 他得去通知他家里人 让爹娘他们早点知道 他今天 就得去跟村长请假去 玉明哥 我妹妹回去了 我得发个电报回家 能跟村长请假吗 赵玉明一听 立即自告奋勇 我陪你去找他 好 李芷兰跟他说这事 就是为了这一句 两人走出了直枪宿舍 然后去找村长 这个很好找 在地里走半圈就找到了 村长看到他们俩人过来 眉心当即便拢了一下 他们这是来干嘛呀 赵玉明率先开口 村长 我们请半天假 芷兰刚到这边 他想到镇上 打个电报回家 报平安 村长的眉心 皱得更紧了 这才干了一天活 就要请假 那干脆回去得了 这几天农忙 不准请假 等过几天再去 说完这话 就直接走了 根本不给他们两人 多话的机会 赵玉明和李芷兰 两人的脸色都很难看 可是村长走了 他们就没有办法去镇上 要是私自去镇上的话 那么这老头 向他们发难怎么办 赵玉明对李芷兰安慰了一句 等会儿我们再去找他 李芷兰沉着脸 半天才点了点头 可惜的是 接下来的时间 他们想要找机会 跟村长再说 这老头 就像是刻意避开他们一般 明明在那个位置 等他们找过去的时候 这人就已经不在了 就算是人找到了 人家忙着 也没有让他们说话的机会 这可把李芷兰给气坏了 而且最让他难受的是 他的活重了 不再是割槽 而是厨地 累得他 再也没有精力 生出其他的心思 三天两夜的火车 让慕容西心累得很 当然了 更累的 则是秦夜节了 白天对他来说还好 可是一到晚上 这外面天一黑 他这脑子 就完全不受他控制一般 响入非非 就跟那踏倒的墙一般 挡都挡不住了 和眼中 狭窄的空间 他感觉自己每一寸皮肤 都在叫嚣着 让他至火中烤一般的难受 哎 难道 这是所有男人的裂根性吗 好在 也就只有那两个晚上而已 不过 这也让他下定了决心 一定要把媳妇 早早地取进门才行 要不然 万一他憋坏了怎么办 第262章 下火车的时候 人挤得厉害 秦夜节一手扛着大包 一手护着自家对象 冲着那些 急着往下挤的人 高吼道 哎 一个个都挤什么 挤着投胎去吗 挤到他媳妇了 看他不削他们 他的身量高 体型健壮 露出的手臂有骨包 看着就非常有力量 再加上 他不笑的时候 浑身就有一种气势感 反正给人一种 他很不好折的感觉 他那一米八八的个儿 简直是鹤里鸡群 他这一声吼之后 没有人再敢挤了 秦夜节护着自家对象 出了火车站 西西啊 现在又怎么走 我看 我们先找个住的旅馆吧 本来 慕容西是有这个意思的 但是 他刚刚改变了主意 那一家子住的房子 可是慕容西家的 而且这次回来 主要就是为了收房子 凭什么不回去住啊 谋色暗深了几分 他要在这三天内 把这里的事情给搞完 我们回去住 秦夜节听到这话 有些意外 不过 他是个把媳妇的话 封为圣旨的神 自然是 媳妇说什么 那就是什么了 行 慕容西根据原主的记忆 坐车往原主家的方向走去 慕容家的房子 是一座独立的小洋楼 在这边老城区 算是非常漂亮的了 其实啊 要不是慕容老先生 也就是慕容西外公 早年是做过贡献 再加上 在动荡开始的时候 为了保家人的平安 他主动地捐了大半的家产 这才保住了这栋小洋楼 这要不是 后面被那黑心的人 再次举报 慕容外公 估计现在还活得好好的 这个举报的人 其实很明显 就是圣主那扎爹 他就是为了这栋小洋楼 在原主外公下放的农场那边之后 李坤就带着一家人住了进来 而李坤原先住那栋房子 也是慕容家的 是慕容君和李坤结婚的婚房 只是那房子稍微小点 但自从李坤从那房子搬到小洋楼之后 那空着的房子 就被赵秀的娘家人住了 所以 李坤和赵秀这对狗男女 才真的该死 不仅住着慕容家的房子 干着慕容家替他们找的工作 本该好好的带圆主 可结果呢 小的时候是捧杀 等慕容外公没了之后 那就是明里暗里的虐待了 包括这次下乡 压根就轮不上原主 扎爹施压 继母包藏祸心的暗海 李坤原则是以赵玉明来哄骗原主 让他在报名之后问访的时候 主动承认愿意去 至于原主喜欢赵玉明 其实啊 就是李坤原故意设计的 去年的时候 原主遇到过几个小流氓 被赵玉明给意外赶跑了 再加上平日里 李芷兰总说 赵玉明如何如何的好 两相一结合 遭遇家庭冷漠的原主 总觉得救他的赵玉明 是他唯一的温暖 第263章 李芷兰就喜欢慕容夕 爱而不得的样子 他一边引导着原主 喜欢赵玉明 一边又在赵玉明的面前 不断地诋毁着原主 好让赵玉明讨厌 慕容夕想着这些断断续续的记忆 已经能够拼出一个大概了 谋色更加阴沉了一些 尤其是他下车之后 进入到这条弄堂 那些被想起的曾经 让他有一种错觉 那不是原主的一生 而是他自己所经历 让他特别地感同身受 包括原主心中的不甘 越是靠近那房子 那记忆 让他就深深地觉着 原主就是他 他就是原主 秦夜节看到对象的神色不对 有心想要安慰 却又辞穷了 不知道该说些什么 才能认得开心一点 想了半天 才挤出一段话 嗯 西西啊 腐肉虽然切着痛 但是不切掉的话 那会更难受 只要切了 那才会长出新肉来 才会不痛 你以后有我 那些不该要的腐肉 咱们就是来切掉的 他对象有扎爹扎后娘 可真是一个小可怜 实在是太惨了 对比一下 他突然发现 小时候每天 拿着扫把追半个村的老娘 着实可爱得很啊 在家的秦母 突然打了个大喷嚏 他揉了下鼻子 想想那西西和臭小子 应该也到了那边了吧 也不知道这俩人行不行 只希望臭小子能机灵点 把西西给护好了 莫容家在这片居住 老邻居还是不少的 特别是退休和闲置在家的 有些人聚在一起下棋 有些人则是在门口洗菜 洗衣服什么的 还有的就是三五人坐在一起闲聊着 当他们看到一个特别漂亮的姑娘 和一个从未见过的年轻后生 经过这条弄堂时 这视线全都看了过来 起先 还真没有人认出莫容夕 虽然脸是那张脸 但是这气质真是不一样 不过 盯得久了 还真是给认出来了 毕竟 莫容夕的这张小脸 小时候就漂亮 长大了也没有长残 比她亲妈更加漂亮 是这片区最好看的姑娘 所以 认出之后 就有人不敢置信地 喊了出来 咦 这不是莫容家的小姑娘吗 小夕呀 你不是下乡去了吗 怎么回来了 这一声喊 其他人都给认出来了 啊 小夕呀 你怎么现在回来了 是调回城了吗 小夕呀 这后生小伙是谁呀 七嘴八舌地问呢 好多人的视线 都落在了秦也杰的身上 这小伙长得精神得很 最重要的是啊 他怎么和慕容夕走在一块啊 这是怎么一回事呢 第264章 这些人的心中 都是浓浓的八卦 还不等慕容夕开口 回答这些老邻居 他身旁的秦也杰 率先开了口 大婶 大娘 大爷们 我是西西的未婚夫 秦也杰 这次回来 是因为李芷兰说 他爹病重在床上 让西西务必回来 见最后一面 所以 我跟他就急急地赶回来了 他端庄有礼 形象家 整个人亲和度不说一百 至少也是九十分以上的 所有的老邻居 听到这话 都目瞪口呆 震惊极了 他们是听错了 还是听到了什么了不起的事情 李坤明明好好的 怎么会重病要死呢 还有 慕容夕怎么才下个乡的功夫 就多了个未婚夫呢 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啊 秦也杰再次开口 这一次 他表情比刚才略夸张了一些 他瞪大了眼睛 表情吃惊 大爷 大娘 大婶们 你们怎么这副表情啊 难道我们是来晚了 没赶上吗 哎呀 这可怎么办呢 李芷兰一说他爹重病 要不是当天晚上没火车啊 我们也不能等到天亮才起身 哎呀 希希啊 你可不要太难过呀 慕容夕无语啊 这台词 都没彩排过啊 大哥呀 好莱坞欠你一个奥斯卡影帝奖啊 我强度不服 我就服你啊 弄堂里的老邻居们 都不知道该说些啥了 这李家脱油瓶 怎么能助他爹死呢 简直太不孝了 本来 这些人对着 纠缠雀巢的李坤一家子 都是有点意见的 现在听到这话 对李芷兰的印象 就更不好了 有的人也想起来了 听说李坤后娶那位 好像是要把慕容夕 嫁到刘建那傻小子呀 不会是 就用重病来骗小姑娘回来的吧 简直太不识人了 这没娘的姑娘就是可怜呢 这条弄堂里的好些老邻居早年都跟慕容夕家处得比较好的 所以这会儿看不过去了 有人善意提醒 小夕呀 你爹他没生病啊 秦爷姐一脸茫然 然后是满脸不相信 啊 没生重病啊 不可能啊 那李芷兰一到我们村 他就说他爹重病住院 这都把西西下乡的补贴二百块钱 都给花进去医院了 还不够呢 哪个小病需要二百块钱还不够啊 可怜我们西西刚到村的时候 身上别说一分钱都没有了 就连带去的东西都少得可怜呢 简直就是那帮知情中最可怜的姑娘了 都熬不到我认亲 信息量简直不要太大呀 老邻居们听到这些话 都在心中把李坤夫妻给骂得半死 怪不得慕容夕走的时候 就一个小包裹 这对黑心夫妻呀 果然是有了后娘就有了后殿 瞧瞧李芷兰下想 那可是大包裹小包裹好几个呀 有人善心地说道 小西呀 你爹没生病 他呀 就是骗你回来的 要不 你还是回去吧 你爹可能 给你定了个刘家的亲事啊 第265章 慕容夕一听后面的话 给恶心坏了 还不等她发挥 身旁的秦叶杰满脸气愤 啊 怎么能这样呢 怎么用这种借口来骗西西回来呢 还有啊 我可是西西外公与我外公给我们两人定的亲事啊 就算是西西亲爹 那也不能轻易改变的 我们这次在乡下 就已经完成定亲了 慕容夕 老邻居错愕的不行啊 慕容夕外公定的亲事啊 真的假的 秦叶杰从怀里掏出了耕铁 看 这是外公给的 他打开 然后展示了一下 这年头 互换更铁 才算是真的定亲 这一下子 所有人在看过之后 就没有任何的怀疑 原来真是慕容夕外公给定好的亲事啊 这年轻小伙长得精神 人高马大的 跟慕容夕站在一块 还特别的相配 小西亚 既然是你外公定的亲 那真是太好了 这样 一个好好的姑娘 也不用去嫁给那傻子了 慕容夕点了下头 然后就跟着秦叶杰 一起往前面小羊楼走去 越过那些人群 秦叶杰侧过身 然后小声邀功 谢谢啊 我刚刚表现怎么样 慕容夕侧过头 对上她那亮晶晶的眼睛 那里面好像承载着光 她微微一笑 毫不吝啬地夸了一句 特别棒 不过她并不需要在这里营造好名声 也不需要用这种过于委婉的手段 等会儿直接闭死会比较好 秦叶杰的笑容放大 嘴角都快要咧到后脑勺去了 要不是后面还有那么多人看着 她真想要直接表演原地崩一个 说话间 说话间两人已经来到了小楼前 慕容夕抬眼看了一下 这房子是少见的三层小羊楼 目测面积还算是蛮大的 主楼三间三层 有前后庭院 齐成新 这新式中带了点古朴 只要是放在后市的话 那绝对是很值钱的房子 希希 这大门上锁了 你有要什么 秦叶杰的话 拉回了慕容夕的思绪 她摇了摇头 没有 把锁给砸了吧 轻飘飘的一句话 决定了这锁的命运 她一个正儿八经的主人 想要进门 都被锁在了门外 还要这锁有何用啊 秦叶杰立即点头 好嘞 这事交给我 上前从墙角处 捡到一块大石头 直接一砸 咣当一声 那锁就直接被砸开了 挥转头 希希 好了 她其实啊 也会那种开锁技能 以前跟一个流浪到镇上的乞丐学过 当然 这种青天白日 她当然不能用那种的了 再说了 也没必要给人家留下一个完整的锁 第266章 秦叶杰朝她竖了一下大拇指 这一手啊 真漂亮 正准备进去的时候 身后传了一道尖锐的声音 你们谁呀 敲我们家门锁 想干什么 慕容西转个头 那尖叫声的主人声音戛然而止 她眼神露出了不可思议 随即整个表情僵硬 你 小西 你怎么回来了 慕容西眸色深深 不是让李芷兰带话说 她爹中病了 让我务必回来一趟吗 还不等赵秀开口 她又冷笑一声 哼 要不是刚刚邻居们解释啊 我倒是没有想到 这撒谎的人 居然连这种大不孝的谎言 都能变得出来 赵秀听到这话 脸色当机难看无比 怪不得刚刚经过弄堂的时候 那些人对她指指点点 还阴阳怪气啊 她起先并没有听明白 到底是发生了什么事 但是 现在却是都明白了 绝对是这小贱人 跟那些人胡说八道了 杨起一抹温和的笑 小夕啊 那你一定是听错了 你爹并没有生病 他呀 只是想你了 慕容西就是喜欢 简单粗暴的 懒得跟他东扯西扯的 哼 想再帮我卖笔钱吗 没想到你们这么心黑呀 行了 我也不跟你多扯 现在 你就给我搬出 我外公这房子 还有你娘家人 最好也在今天 搬出我妈那个房子 要不然 我现在就去公安局举报 你和李坤在婚内乱搞男女关系 李芷兰那孽种 就是证据 赵修在听到她这番话之后 脸上的血色 一下子退得一根二经 她除去了伪善的面容 慕容西 我虽然是你继母 但这些年对你也是尽心尽力的 你怎么能如此白眼狼地污蔑于我呢 今天 你要是不给我个说法 我就碰死在这里 碰 你马上碰 慕容西面无表情地看着她 李芷兰的眉眼 最像李坤了 现在医院里还可以验个DNA 你识相的话 马上从这房子搬出去 要是不识相 那这辈子 就去劳动改造吧 这边的医院 还没有引进DNA的技术 但是她有办法 让这事给验成了 能让那对妇女锁死 你 赵修的脸一阵青一阵白 双眼很毒地盯着面前的女孩 就让她想起了多年前 那个表情巨傲的慕容君 总显摆着高高在上 哪怕是给点东西 那也总是摆出施舍的样子 那是她心中的最痛 没想到 那女人死后多年 这种表情和眼神 会在那女人的女儿身上 重新看到 第267章 明明这些年的打压 让这小贱人自卑 没主见 而且还变得蠢奔无比啊 为什么下个乡的功夫 这小贱人的变化 就如此之大 小夕啊 我知道 你对下乡的事情 有些怨恨 但这并不是我们 故意让你去的 你怎么就怨恨上了 我都打算把我的工作退了 让你回城来继承 哎呀 千万别说那些 伤我心的话了 慕容西一点都不想 要看到别人的表演 反正 这女人答不答应搬出去啊 她都不会让这对夫妻好过 她转过头 对着秦彦杰说道 杰哥 麻烦你去一趟公安局 就告这对狗男女 婚恋出轨 乱搞男女关系 她刚刚在这里 又有好多的记忆涌上来 让她全部理通了 这对渣男贱女 估计就是 谋害园主亲妈的元凶 因为园主的外公 曾经告诉园主 她妈妈 是在院子中摔了一跤 然后 就这么在院中 躺了近一个小时左右 才被路过的邻居 给砸开门送到医院去的 在什么样的情况下 一个孕妇 能在自家的平地上 摔这么厉害 而且据外公说 当时 园主的妈妈 跟着赵秀 相交比较深 至于其他 外公并没有多说 因为并没有证据 现在告不了 这俩人蓄意谋杀 但是 关着乱搞男女关系 这一项 就够他们吃一壶了 秦燕姐有点犹豫 谢谢 你一个人 放心 我没事 他们并不能拿我怎么样 你尽管去 他连一头二三百斤的野猪 都能对付 难道 还对付不了几个普通人吗 秦燕姐见此 就点了下头 啊 那我快去快回 转过头的时候 他眼神阴烈地 往赵秀这方向 看了一眼 赵秀被这眼神给吓到了 等到他回过神的时候 这人已经大踏步地离开 而这时 他也反应过来 小夕啊 你是不是说他蛊惑来害家里人的 他满脸失望 哎 你以前追着赵玉鸣身后 也就算了 这次为什么还要跟着陌生男人扯一块呢 做女孩子就不能自尊自爱一点吗 他的幻音刚落 脸就被重重地打了一巴掌 这脸的方向都被打偏到了另一边 赵秀不可置信地瞪大了眼睛 他从来没有想过慕容西会打他 但是脸上的剧痛 让他不得不相信眼前这个现实 他阴沉着脸 啊 你 你居然连我也打 我可是你妈呀 回答他的 又是两个又脆又响的大巴掌 打得赵秀 眼貌尽兴 晕头转向 脑袋瓜嗡嗡作响 慕容西吹了一下自己的手 邪逆过去的眼神全是轻眠 勾起的红唇冷冷吐出三个字 你也配 被连打三级耳光的赵秀 简直要疯了 他从来没有想过 他养肺的肺物 居然有一天还会向他伸出辽爪 耳坠充满着鄙视和嘲讽 还有一股高高在上的王之蔑视 瞬间 让赵秀疯狂 你这科夫科姆的小贱人 我打死你 他自从嫁给李坤之后 就再也没有被人这么打过 现在 居然让那被他快要养肺了的小废物 给打了三个耳光 这对他来说 那可是天大的耻辱 什么装模作样的慈母 这会儿压根就不再记得 脑海中 只有一个想法 那就是 把眼前的小贱人 给打死 整个人就朝着慕容西冲过去 慕容西面无表情地 直接抬脚一踹 他压根就没有控制力道 所以这人被他给踹出一米远去 这一脚 不仅让赵秀的尾椎骨痛得 像是断了一般 这一脚也让不远处 那一直往这边张望着的老邻居们 都惊呆了 他们看到了什么 难不成眼花了吗 要不然 怎么会看到慕容西的丫头 踹他继母赵秀呢 哎呦 你们快过去看看 可别再让小夕吃了亏 这些老邻居 跟慕容西的外公处得比较久 以前 有点小病 都是慕容外公给看的 而且还不收钱 所以 即便是老先生人不在了 这份邻居情 还是转到了慕容家 唯一的后人慕容西的身上 虽然没有听清楚 到底是为了什么 但是 他们不认为 慕容西这个小丫头 好端端的去踹人 一定是赵秀做了什么 让慕容西忍无可忍的事情来 哎呀 小夕呀 怎么回事啊 这好端端的 怎么就打起来了呢 赵秀本来要骂的 但是 这会儿看到这么多人来了 她立即委屈地哭了起来 哎呀 天哪 我这是造了什么孽呀 居然被继女给打了 都说继母难当 我就算是没有功劳 我也有苦劳吧 这连伸我三巴掌 我这继母当了也太难了 有什么仇怨 让她连个小子都不讲了 居然还想要赶我出这个家 哎呀 我不活了 老邻居虽然不信这一面之词 但是小辈打长辈 他们一时间 还真是找不出坏了反驳 慕容西也没想卖残解释 更不想婉转博同情 她只需要出一招 就能站在道德制高点上 直接把这狗男女给拍死 冷笑一声 哼 既然不想活 那就去死啊 一队早就勾搭成奸 婚内出轨 乱搞男女关系 并且生下李芷兰 这个奸生女的人 也配当我妈 这消息 简直就是爆炸性的 瞬间 就在这些老邻居中炸开了 他们不可置信地瞪大了眼睛 这 这怎么可能呢 赵秀疯了 没想到小贱人 居然当着那么多人的面 大啦啦地就说出来 声嘶力竭地尖叫 慕容西 你胡说八道什么 这来可是 慕容西懒得跟他多说 冷笑一声 哼 等会公安会过来 是不是 一查就知道 而且 你认为我要是没有办点证据 我会这么傻地说出来 公安和证据这俩词 就让那些老邻居们 瞬间就站在了慕容西这边 毕竟 是假的话 怎么有这胆子报公安呢 有人回想了一下李志兰的眉眼 还别说 仔细一想 这还真的跟那李坤 有着七八分的想象 这要不是亲生女儿的话 怎么会这么像呢 他们忍不住出声 哦 怪不得呀 李坤对那李志兰 比对慕容西这亲闺女还要好啊 原来是这样 如果是真的 那这简直太遭人恨了 天理不容啊 按那大闺女的年龄来算 这可是在小夕出生之前呢 可是那会儿 阿军和李坤 都已经结婚两年了 哎呀 这简直不是东西呀 居然乱搞 会不会是 阿军就是这狗男女 给害死的呀 哎呦 你们别说呀 这会儿阿军 还在的时候 这赵秀就喜欢 往那李坤面前凑呢 简直不要脸哪 群众的想象力是无限的 一个个七嘴八舌的 发表着几件 越说越是一愤填膺 搞得他们就像是 亲眼目睹了 这俩人坚情一般 赵秀听着他们这些话 简直要疯了 特别是慕容西 说有证据的时候 她的脸惨白一片 毫无半死血色 当然了 这事儿 那是绝对不能认的 这要是认了的话 那么他们一家子 就将要陷入 万劫不复的境地 声嘶力竭地大吼着 她在胡说八道 我们家芷兰那是 留下的孩子 你们别听她的 她就是带了个野男人回家 想要霸占这房子 第二百七十章 慕容西上前就去踹 她今天打着女人 不仅仅是为了原主 更是为了那过世的慕容君 还有外公打的 这女人太欠打了 要不是这对狗男女 慕家何之于全面啊 一脚又一脚地 往那赵秀的身上踹着 让赵秀毫无反抗之力 只疼得嗷嗷直叫 从最初的曼马 到后面的求饶 在绝对的武力值面前 那些阴谋阳谋 全都通通不管用 它能打到你脑子 不会思考 邻居们看着这一幕 震惊地瞪大了眼睛 这真是拉也不是 不拉也不是 不知谁说了一句 小西这是为她妈报仇呢 她妈在天上 也算是能明目了 这是不拉的意思 不过也是 但凡慕容家还有其他人在 遇到这种事 肯定也是要把这乱搞 男女关系的人 给打个半死 就在这个时候 李坤骑着自行车回来了 当看到自家门口 围着一大群人 而且还有哀嚎声 不断地传出来 他心惊了一下 联盟把自行车 往旁边一停 然后怒吼一声 你们在干什么 邻居们一听李坤回来了 立刻就让开了路 李坤这才发现 他老婆躺在地上被人打 而打人那个 居然是他女儿慕容兮 顿时震惊无比 莫容兮 你给我住手 这反了天了 做女儿的居然敢打妈 这不得天打雷劈啊 莫容兮停下脚 然后转过头 看向李坤 眼神冰冷 李坤 你来得正好 咱们现在可以算总账了 李坤有些怀疑自己听错了 要不然这小畜生怎么能叫他名字呢 还有 总账 他要跟他算什么总账 李坤不明白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但是从莫容兮敢打赵秀 那就不可原谅 这不是小畜生的行为吗 赵秀可是他妈呀 从小照顾他长大 黑沉着脸 莫容兮 我平时是不是太宠着你了 让你这样不敬长辈 无法无天 做出这种大不孝的行为 莫容兮冷痴一声 他总算是明白 为什么李芷兰那么不要脸了 这完全是他教导出来的 要不然 怎么会厚着脸皮 说宠这个字呢 哼 你可别玷污了笑这个字啊 你们也配 莫容兮 李坤大怒 他从来不知道 莫容兮居然还有这一面 他现在的这个神情 让他仿佛回到了当年 莫容君 平时就是这种神态 这种 把他不放在眼里 踩在脚底下 永远一副 你不配的模样 让他有一种 被踩在尘埃那种 让人极度痛苦的感觉 这个样子 莫容兮 让他的火气 有些压不住 正要爆发的时候 突然有一道声音 在外围响起 谁是李坤和赵秀 第271章 老邻居们听到这声 回过头一看 好家伙 五个公安呢 这一下子 对莫容兮所说的话 更加深信不疑了 没有铁证 怎么敢叫公安呢 他们连忙让开了路 秦爷杰三步两步地 跑到了莫容兮的跟前 西西 你怎么样 他们有没有伤到你 要是有伤到的话 他绝对不会让这俩人 看到明天的太阳 莫容兮摇了摇头 这家伙 把公安叫得挺及时的 而李坤这下子 估不上莫容兮了 他看到公安的时候 这心头猛地跳了好几下 我 我是李坤 请问 有什么事吗 他这一开口 气就短了三分 然而一看 就心虚得很 而躺在地上的赵秀 在看到那五个公安时 更是有些瑟瑟发抖 他本来还有一丝侥幸 但是 没有料到 居然真的有公安来了 而且 还一来五个 脸色更加的苍白 他不是傻子 莫容兮要是真把公安叫来了 这手上没点证据 怎么可能有这胆子呢 隐瞒了近十九年的事情 就连慕容那精老头都没有发现 慕容兮又怎么会知道呢 带头的公安姓崔 四十岁左右 他看向李坤 表情严肃 自带一种破人的威亚感 你就是李坤 那赵秀呢 哪一个 李坤真的是不明情况 但是 他还是用手 朝地上的人指了指 忽然间想到 这是因为打架吗 眼睛亮了一下 然后痛心疾首地说道 同志 你们来得正好 我这个女儿 居然朝她继母 下这样的狠手 都把人打倒在地上气不来了 这孩子 我疏于管教 现在他这样 我也没有办法教导了 估计 还得靠你们 这话无耻的 让那些老邻居们 都气愤得不行 有人忍不住高喊 李坤啊 你也太无耻了 你跟赵秀 背着小夕他妈 乱搞男女关系 还剩下李芷 拦着野种 难道小夕 就不该带他妈 打赵秀几下吗 就是啊 你们这对 不要脸的狗男女 不仅做出无耻的事情 还霸占着 小夕外公的房子 还把小夕他妈的那房子 都给了赵秀娘家人住 就没见过 你们这般狼心狗肺 忘恩负义的东西 当年 你李坤 要不是小夕他外公 让你当了上门女婿 你能有如今的好日子呀 住着小洋楼 干的工作 还是人家外公给找的 哎哟 你这样 简直太不是东西了 这些老邻居们的心 是偏向慕容家的 而且 他们对于乱搞男女关系的人 更加痛恨 这李坤 就是中山狼啊 所以 大家你一言我一语地数了这 可谓就是 群情激愤 第二百七十二章 李坤从这些人的骂声中 他抓住了关键的词典 那就是 在骂他和赵秀乱搞男女关系 瞳孔猛地扩张 他的脸迅速爆红 完全是被气的 你们 你们胡说八道些什么 小心我不顾这些老街坊的情分 我告你们 尽管他虚张声势 想要让他自己 站在这正理的制高点上 但他额头上 却是在不停地冒汗 这个时候 慕容夕走到公安的面前 不卑不亢 土字清晰 你好 我叫慕容夕 是过世的慕容君的女儿 也是这慕容家唯一的继承人 我不仅要状告李坤和赵秀 在十九年前 户内乱搞男女关系 他们的女儿李芷兰就是证据 气得我母亲 因为他们的关系 摔倒难产而死 另外 我还有告他们 霸占网蒙慕容家的两处房产 我要求赵秀娘家人 和他们夫妻 全都搬出去 归还他们不当财产 并且 解除我跟离婚的妇女关系 他要办 那就一次性给办好 绝不会给他们任何的翻身机会 李坤真没有想到 这指证的 居然是他一向不放在眼里的女儿 他听着他的这些话 勿资尽烈 慕容夕 你胡说八道什么 慕容夕压根不理他们 继续开口说道 我有两处房产的土地证 房屋所有权都在我的名下 另外我愿意把北街那栋房子 无常地捐献给国家 所有人都化然 特别是公安和那些老邻居们 特别的意外 不说别的 光捐房子这事 这姑娘真是聪明又大意啊 崔公安看着眼前的女孩 你有什么证据 他们的女儿李芷兰 就是最好的证据 李芷兰比我还大一岁 她跟李坤有直系的血缘关系 医院里可以验证 我也学过医 可以给他们妇女验证 另外 我相信公安同志们的 审讯技术 不会冤枉一个好人 也不会放过一个坏人 这年代 就好在对于乱搞男女关系 抓得特别严 属于严打 所以光这一条 就能让李坤和赵秀 无法翻身 李坤看着满脸淡定 讲述的人 她没法不慌啊 同志 她在说谎 她一个姑娘家的 什么也不懂 肯定是被别人给窜夺的 慕容西十分平静地开口 公安同志 我能当场画李芷兰的画像 从面向学上 她跟李坤有着九成像 光这一点 就足以能断定 她跟李坤就是妇女关系 一个表情慌乱 一个则是淡定平静 心中有乾坤的那种 而且说得还有理有据 信谁一目了然 崔公安打量他们两人一眼 就点下了头 嗯 好 有邻居立即出声 同志啊 我家里有纸笔 我去拿来 第273章 在崔公安点头之际 这邻居就跑得飞快 不一会儿 她就拿着纸笔过来了 并把这些递给了慕容西 小夕 给 慕容西拿上纸笔 进去搬了一张条凳出来 然后当着所有人的面 就这么画起来 她的素描简笔画 那时画得又快又好 不到十分钟的时间 李芷兰的人物像 活灵活现地跃在纸上 围观的老邻居们惊叹 对 这就是李芷兰哪 画得一模一样 果然 她跟李坤 长得真是一模一样啊 这是慕容西 经过润色的原因 把他们两人相似的地方 格外突出一点 又不显地突出 却又让人感觉特别逼真 这就是她在画迹上的厉害之处 要知道 她亲爸 可是特种兵大队长 她有一个特别厉害的技能 行真人物画 能在三分钟之内搞定 而她本来 业余就有学画 自然也就跟她亲爸 学了这一手 目睹这一切的秦夜节 深深地自豪着 她家对象 怎么这么优秀 这么棒呢 她不嫌事儿大的 大叫一声 哎哟 真的好像啊 这眉这眼 这嘴巴 一模一样哎 这一喊 更让人深入人心了 另外不像的三分 在她这一声喊中 那就是十分了 崔公安拿起画像 朝着李坤对比一下 这要不是妇女 她这双眼睛也不用要了 面色一整 把这两人给我带回去 现场 在崔公安出生的那一刻 突然就寂静无声 而当那几个公安 走到李坤和赵秀这边的时候 李坤这才慌乱地大叫着 不 这不是真的 李志兰只是我的妓女 并不是亲生的 她 她是刘廖海的女儿 有人知道刘廖海的 立即发声 呸 别狡辩了 刘廖海压根不长这样 刘廖海也是这个事的 只是在另一片区 不过 以前刘廖海也在这边的堂场工作 所以 好几个人 还是有认识的 只是 那家伙命不好 好端端地走个夜路摔死了 老刘家也没什么人 只剩下那个非常老实的寡妇娘 这儿子一死啊 媳妇离家 寡妇老娘 什么也不好说 惨 就一个字 本来 大家都是淳朴的人 压根就没想太多 毕竟 李志兰算是一父子 还没有出生 这人呢 就意外地死了 也算是可怜人 可现在想想 谁知道是意外 还是什么呢 人都是这样 事一出 所有的阴谋论都来了 李坤还想要狡辩 但是 崔公安 可不给他们狡辩的机会 把他们两人带回去再说 一切都会调查清楚的 这下子 夫妻两人都被公安给扣住了 李坤急得不行 他恨毒了这些人 我不服 不能凭他的话 就随便抓我们呢 对呀 不能随便抓我们 赵秀也大喊着 他不想被抓走 可惜这没用 他们俩人还是被公安给带走了 小伙伴们 新书 晚转七零年代 每天报更十章 感谢大家订阅收听 第274章 留下的崔公安 看向慕容熙 慕容熙 你也跟我们走一趟 去做个笔录 慕容熙点头 好 秦也杰立即说道 我是他未婚夫 我跟他一起去 崔公安看了眼他 便点了下头 三人一起 往公安局那方向走去 这人一走 这边的老邻居们 唏嘘不已 真没想到 这事儿竟然是这样的 慕容熙到了公安局之后 他做笔录很快 完了之后 就对崔公安说道 同志 赵秀的娘家 霸占那个房子 我要让他们 今天晚上就搬出去 能派个人 协助我一起吗 等他们搬出去之后 顺便把捐赠 手续办一下 崔公安眼神 有些复杂地看着他 你 当真要捐赠吗 其实 这个可以不必捐的 这事儿 就当没有说过 小姑娘长得漂亮 但是 身世也算是够惨了 有房子傍身的话 以后这日子 不会差到哪儿去 慕容熙摇了下头 表情坚定 不 这房子还是捐了 不过 是以我外公的名义捐 另外 我外公 他是一个优秀的医生 救死负伤不计其数 他是一个好神 我现在 虽然没有直接证据证明 这举报人就是李坤 但是各种指向都是他 我希望 公安同志 能好好地审问他 那房子 被赵秀那一家的住过 不知道是啥样子 他就算是拿回来 也是要卖掉 按照现在的市场价 也就二百块钱都不能到 他目前可不缺这点钱 但是 如果以此为媒介 查一下外公的事 他身体这么好 就算去了农场 他自己好点还是医生呢 怎么就这么死了呢 他要是捐赠了房子 那么怎么说 也会让案子 更加地上心 重视一些 他自个儿没那个工夫查 但是 公安深入查的话 没准还能把 原主亲骂的死因 给查出来呢 那么 这房子捐赠的意义 就大于他收回的价值 光是乱搞男女关系 还不足以让这对 渣男贱女蹲一辈子 但是 再加上其他的罪 那就直接能摁死 他可没有那么多闲工夫 跟这些垃圾 纠缠一辈子 崔公安看到 这姑娘的主意大得很 就点了下头 那行 我派两个人 跟你一起去 慕容西从座位上站起来 谢谢 崔公安叫了两个人 你们 协助慕容西同志 收回他房子 务必保证他人身安全 俩公安立即应了一声 是 慕容西和秦叶杰 还有这俩公安一起 朝着李家而去 而赵家这边 得到闺女和女婿 被抓的消息 这是李坤和赵秀 十六岁儿子李晨阳 过来报的信 第275章 赵老头和他老婆子 震惊无比 你说慕容西那贱丫头 回来举报你爸妈 他们还被公安给抓走了 李晨阳点头 对 我当时亲眼所见 他当时回家 就看到了这一幕 吓得他直接躲起来 等人走了之后 他这才跑到这边来的 外公外婆 这可怎么办呢 你们可得救救我爸妈呀 他已经十六岁了 深深明白 他父母真坐牢的话 那么他这一辈子 也完蛋了 这对老夫妻 听到了公安室 他们心里面就哆嗦一下 完了 怎么会暴露的 早知道会有今天这一遭 当年就该把那孩子给打掉的 他们不可能有证据的 明天 你爸妈就会被放出来了 你不要着急 对了 慕容西那贱丫头呢 我们找他去 赵老婆子 目露凶光 他又把那惹是惊的贱皮子给弄死 对 找那贱丫头去 简直不是个东西 居然连养他的爹妈都敢报公安 不能饶了他 大声说话的 是李老头的二儿子 也就是他 住着慕容军的这房子 一家子表情凶神恶傻 纷纷表示 要去找慕容西算账 就在他们打开院子大门 要往慕容家那座小洋楼而去的时候 突然就看到朝他们走过来的俩公安 还有 慕容西 赵老婆子一看到慕容西这小贱皮子 他火气直线上升 也不管有没有公安在 直接就朝着慕容西冲了过去 嘴里还大骂着 小贱人 你还敢来 我打死你 他冲过来 还没有靠近慕容西半片衣角 就被俩公安给治住了 反转的一幕实在是太快了 让李家人目瞪口呆 啊 放开我 你们放开我 赵老婆子不断地挣扎着 俩公安怎么可能会放开他呢 他们是来保护着慕容同志的 老师弟 不许动 赵老婆子扯开嗓子大喊 哎呀公安欺负人了 公安伙同不孝女 害人欺负我这老婆子了 慕容西笑了 这老太婆智商不怎么行啊 同志啊 他这是污蔑呢 我的名誉是小 他无端地污蔑公安 那可是大事呢 这是什么罪呀 还不等公安开口 吓得脸色苍白的赵老头 连忙上前 同志啊 误会呀 他脑子有时候有点拎不清 别把他话给放信上 对了 不知道两位同志 是过来干什么的啊 赵家那二儿子 此时跟个暗春一般 一句话都不敢坑 缩在一边 其中一个公安开口说道 这是慕容西同志的房子 他状告你们 霸占他们家房子多年 现在 献你们一小时之内 搬出这房子 对了 按市价 补齐这几年的房租费 第276章 赵老头听到这话 老脸更是惨白一片 啊 这房子 是我的 这仨字啊 终究没敢说出口 因为 他看到慕容西 亮出了那张纸 分明就是房子的 护权证明 反应过来的赵婆子 大喊道 不 这是我们的房子 这是我女婿给我们的 赵老头当即瞪他一眼 闭嘴 然后他转头 看向慕容西 西丫头啊 这藤房子需要时间呢 能不能晚点啊 今天都这么晚了 我们这一大家子 有劳有小的 没出去呀 慕容西挑眉 看来 这老头脑子 还是比其他人 要稍微好一点的 住久了 真倒是自己的了 一小时 要不然 那就别怪我把里面东西 都给扔出来 要不是公安 说一小时 他是半个小时 都不会给 秦夜节拿出了手表 几时开始 那两门公安说道 快整理东西吧 你们有一小时的时间 尽管赵家人不愿意 但是有那俩公安在 他们也没有办法 赵老头浑浊的目光 深深地看了眼慕容西 然后语气十分沉重 都给我办 慕容西走进这个小院 虽然只是一层的 不及那边的小洋楼 三间房 外加一个杂物间 和一个单独的小厨房 已经够这赵家三代 同堂住了 收回视线 看向对他怒目而视的 赵家人 果然 有些人 哪怕是住着别人的房子 也是不知道感恩的 红唇清奇 不该你们带的东西 一样都别给我带走 要不然 小偷这罪名 我不介意让他 套在你们的头上 赵老婆子一听这话 气得想要冲过去 把他脸给他挠破了 小贱人 你不得好死 他这话一出 一旁的二儿子赵志发 被一脚踹倒在地 发出惨烈的叫声 哦 赵老婆子 在看到自己最心疼的二儿子 被踹这么狠 他肩好起来 哎呀 打人了 秦夜姐满目阴沉地冷笑 老太婆啊 嘴巴最好放干净一点 要不然 我虽然不打老的 但是 我却不会放过小的 你再骂一句 我就弄死你这儿子 后面这一句话 声音压得有些低 但是 也足以让离他最近的赵老头 和赵老婆子听见 而赵老婆子 则是被他的眼神给盯得 心里打了个颤 然后不作声了 赵老头不理会威胁 他谋色阴沉地 看向秦夜姐 你是什么人 居然当着公安的面打神 寻衅斗欧罪 第277章 赵老婆子听到自家老头 这个提醒 他尖叫声就更欢了 啊 公安同志啊 快进来呀 他打人 赶紧 把他也给我抓了 对于他来说 这男人和慕容新的 贱丫头一起的 指不定 就是那贱丫头的聘头 现在他打人了 打的还是他儿子 那最好 这男人也给抓了 看没有男人撑腰的 剑丫头 他后面有的是机会 收拾他 外面两个公安并没有进来 秦夜姐吃笑一声 哼 这厂里人要是没有工作的话 不知道会不会被饿死呢 赵家其他人 还没有反应过来 这话的意思 但是赵老头 却是听明白了他的话 这是拿他儿子工作来威胁呢 阴沉着脸道 别嚎了 都给我去整理东西 赵老婆子可不答应 这不知从哪钻出来的男人 可是打了他儿子呢 正要出去找那俩公安进来 却是被他家老头子 狠狠瞪了一眼 只能不甘地 去把儿子扶起来 然后进屋去收拾东西了 慕容西 目光冷漠地 和那赵老头眼神对上 最后 先一开视线的是赵老头 他算是看出来了 不会叫的狗 咬人才最厉害的 这些年 这小丫头平日里 都不怎么吭声 没想到 他憋个大招啊 他们都是小看了他 秦也姐看着要挪布的老头 等一下 先把房租钱给交了 你们住了四年半 再加上这房子损耗 总共一百块钱 你如果是拿不出的话 也行 我明天就去他工厂一趟 相信 他工厂那些领导 会帮我们解决这个事的 这死老头子 居然敢瞪我对象 我要是不管你一刀 我就不姓秦 你 赵老头气得要吐血啊 但是 儿子那工作 还真是他们全家的软肋 要知道 当初弄那份工作 可是为了九牛二虎之力 才得来的 好在工资还不错 每个月有三十块钱 这要是弄没了 老二一家就得和西北风去 快点 别磨蹭 实在不行 我现在也可以去找的 秦夜节不耐烦地催促 有些老的 他就不配静 赵老头被压制地有些喘不过气来 心中的怒火横冲直撞的 很想给这年轻小后生一巴掌 半天之后 他这才忍气吞声 好 不过 你得保证 不去找我儿子常理 秦夜节扯了一抹嘲讽地笑 这是你们欠的 我凭什么要给你们保证 告诉你啊 我这人是耐心有限得很 赶紧拿钱 赵老头 最油颜不尽的人 他还真是第一次见到 黑沉沉脸 转身进去拿钱了 等他出来的时候 手里多了十张十块钱 第278章 秦夜节从他手上接过来 捏了捏 知道数额是对的 就直接收了起来 赵老头看到这一抹 更加肯定 这男人 不仅是给慕容西撑腰 估计啊 就是看小姑娘好骗 打着幌子 从慕容西那里得到好处的 秦夜节不管他们 他对着慕容西轻声低语 嘻嘻啊 我们去外面 这里没什么好看的 连这些人也不敢乱拿 另外 有这老头压着 赵老头比其他人 稍微多点脑子 慕容西拿到钱了 也警告过了 就跟着一起 走出了外面等着 这边动静闹这么大 街坊邻居们都凑过来看 他们都不知道 发生了什么事 怎么就有公安 在这儿呢 而且 好像是这赵家人 要搬出这房子 秦夜节真的是一个 非常神奇的人 也不知道怎么办到的 不消一刻中 这片邻居们 都知道了事情的来龙去脉 全都对这赵家人 鄙视的不行 做人 不能这个样子 简直太过分了 这姓赵的一家子 也太厚颜无耻了 不仅抢了人家老公 这还霸占人家房子呢 赵家人搬出所有的东西 抬眼就看到这些邻居们 朝他们指指点点 满眼鄙视 弄得他们心中是气怒交加 碍于他们人多势众 还有俩公安在场 只能把这股怒气给吞了回去 我们走 赵老头的声音沉沉的 他们其他的东西并不多 当年真的是只戴了衣裳 就住进来了 所以这会儿回去 也就只带着几个包裹 灰溜溜地走 慕容西倒也没有兴趣 翻查他们包裹 这是房子的产权证明 我交给你们了 也不算亏 至少被秦也姐给讹回来一百块钱 反正啊 事情前所未有的顺利 她觉得 这房子捐得挺值的 两公安对视一眼 然后把东西收下来 谢谢慕容同志 那案子的事情 我们一定会给你一个完美的交代 不会放过一个坏人 慕容西点头 好 我是万分相信你们公安的 转过头 对着秦也姐说道 我们走 哎 好 秦也姐立即应了一声 等走到半路的时候 希希啊 那小洋楼那边东西呢 又怎么做 生了 慕容西可不会留着那些东西 等别人上门来 那这事 等会儿全交给我 秦也姐有些摩拳擦掌 赵家 一家人大包小包的 只能往他们老房子那边去 赵老婆子 咒骂了一路 哼 当初就该把那小贱皮子 给弄死的 瞧瞧 留着他来祸害咱们了 爹 他们不会去我厂里吧 赵志发最担心的是这个 第二百八十章 你 你住手 赵老头有想过那男的会动手 但是 他没有料到啊 慕容西居然也会动手 而且 还这么厉害 他二儿子 居然就被他打得无还手之力 赵老婆子看到儿子惨叫那么惨 脑海充血 不管不顾的就冲了过去 慕容西不打他 但是 这人冲过来的时候 先是一脚踩断地上 赵志发的腿 然后 人往旁边一移 脚下略带一下 让那老太婆 整个人扑在他自己儿子那腿上 让他 伤伤加伤 赵志发的惨叫声 比刚才更重了 啊 我的腿断了 他这声太响了 把那些老邻居们都给引来了 当他们看到赵家这一大家子人 在欺负慕容西这小姑娘时 一个个的怒火全都涌了出来 赵家大 你们还是不是人呢 这全屈服人上门来了 你们良心是不是被狗吃了 太过分了 当我们这些老邻居没人嘛 有我们在 你们休想欺负小夕 就是啊 我们不会让你们欺负小夕的 一个个的义愤填膺 满面怒容 赵家人傻眼了 这现在是谁欺负谁呀 赵老头阴沉着脸 我 我儿子被慕容西打断了腿了 啊呸 不要脸 人家一娇娇弱弱的小姑娘 怎么就能打断你儿子的腿呀 那就算是断了 肯定也是自己不小心摔断了 就是啊 这简直不要脸到极点了 这么多人欺负人家一个小姑娘 那也好倒打一耙呀 有我们在 你们别想诬赖 走 去公安局 这赵家人想恶小夕呢 啊 我们可以作证 这时他们自己摔断了腿 赵家人傻眼了 他们看着这群睁眼说瞎话的人 气得都要吐血了 这一个个的都白长一对眼睛吗 那打人的可是慕容西呀 而围墙内的秦也杰 无声地捂着肚子笑啊 娘啊 西西这帮老邻居也太好了 她总算是明白 她对像外公在这片区里的人缘 是多么的好了 你要不然的话 一个个的怎么就这么护着西西呢 她家西西啊就是聪明 怪不得不让她出面呢 你们走不走 再不走 那我们就喊公安了 我看啊 光喊公安还不行啊 得去这些人的工作单位上去 让他们领导瞧瞧 啊 这招的都是什么货色 把慕容家害成这样子了 还不放过人家唯一的小姑娘 哎呀 真是丧良心呢 跟他们废话什么 我看直接赶走得了 我们这片区呀 不欢迎这样的人 对 赶走 一个个的推丧着赵家人 赵老婆子就算是想要彪悍 但是在同样彪悍的那些老太太面前 也敌不过啊 毕竟这人数比她多 第280章 你 你住手 赵老头有想过那男的会动手 但是 他没有料到啊 慕容夕居然也会动手 而且 还这么厉害 他二儿子 居然就被他打得无还手之力 赵老婆子看到儿子惨叫那么惨 脑海充血 不管不顾的 就冲了过去 慕容夕不打他 但是 这人冲过来的时候 先是一脚踩断地上赵志发的腿 然后 人往旁边一移 脚下略带一下 让那老太婆 整个人扑在他自己儿子那腿上 让他 伤伤加伤 赵志发的惨叫声 比刚才更重了 啊 我的腿断了 他这声太响了 把那些老邻居们都给引来了 当他们看到赵家这一大家子人 在欺负慕容夕这小姑娘时 一个个的怒火全都涌了出来 赵家大 你们还是不是人呢 这全欺负人上门来了 你们良心是不是被狗吃了 太过分了 当我们这些老邻居没人嘛 有我们在 你们休想欺负小夕 就是啊 我们不会让你们欺负小夕的 一个个的义愤填膺 满面怒容 赵家人傻眼了 这现在是谁欺负谁呀 赵老头阴沉着脸 我 我儿子被慕容夕打断了腿了 啊呸 不要脸 人家一娇娇弱弱的小姑娘 怎么就能打断你儿子的腿呀 那就算是断了 肯定也是自己不小心摔断了 就是啊 这简直不要脸到极点了 这么多人欺负人家一个小姑娘 那也好倒打一耙呀 有我们在 你们别想诬赖 走 去公安局 这赵家人想恶小夕呢 啊 我们可以作证 这时他们自己摔断了腿 赵家人傻眼了 他们看着这群睁眼说瞎话的人 气得都要吐血了 这一个个的都白长一对眼睛吗 那打人的可是慕容夕呀 而围墙内的秦夜节 无声地捂着肚子笑啊 娘啊 西西这帮老邻居也太好了吧 她总算是明白 她对向外公在这片区里的人缘 是多么的好了 你要不然的话 一个个的怎么就这么护着西西呢 她家西西啊 就是聪明 怪不得不让她出面呢 你们走不走 再不走 那我们就喊公安了 我看哪 光喊公安还不行啊 得去这些人的工作单位上去 让他们领导瞧瞧 啊 这招的都是什么货色 把慕容夹害成这样子了 还不放过人家唯一的小姑娘 哎呀 真是丧良心呢 跟他们废话什么 我看直接赶走得了 我们这片区啊 不欢迎这样的人 对 赶走 一个个的推丧着赵家人 赵老婆子就算是想要彪悍 但是在同样彪悍的那些老太太面前 也敌不过啊 毕竟这人数比她多 小伙伴们 新书完转七零年代 每天报更十章 感谢大家订阅收听 第281章 赵老头知道拿慕容夕没有办法了 就算是告到公安局去啊 这些人为慕容夕做了证 他也是没有什么办法 沉着脸 不用你们推 我们自己走 然后对自个儿老婆子和二儿媳妇说道 把志发抬走 来日方长嘛 今天只是太猝不及防了 赵家人就这么灰溜溜地走了 连那些丢在地上的衣服 也来不及带走 老邻居们看到赵家人总算是走了 便转头看向慕容夕 小夕啊 你别怕 我们呢 是不会让他们诬陷你的 对 我们都给你作证 是他们先闹事的 慕容夕看着这些热情又真诚的人 他点了下头 谢谢各位大娘 大爷 叔叔 婶婶们 我跟李坤已经断绝妇女关系 以后 他跟我没有半点关系了 这房子是我外公留给我的 今天能收回来 也靠各位 我非常感谢 嗨 谢个啥哟 都是邻居 对了 你以后要是不在呀 这房子 我们会帮你看着点 对 不会让那赵家人和那李坤 靠近半步 谢谢 慕容夕真诚感谢 不过 李坤想要出来 那是不可能的事了 他会在这里留三天时间 不仅收拾李坤和赵秀 那赵家人 他也是不会让他们有机会再留在这城里 那个农场非常适合赵家人 慕容夕等所有邻居们都散了之后 他回到了院子 把门一关 正好看到秦也杰朝他竖起大拇指 谢谢 你这是太厉害了 他对象优秀 他好喜欢这样的 慕容夕弯了弯唇 正想开口说话的时候 秦也杰再次说道 时间不早 你肯定饿了吧 这厨房里有粮食 我给你做些吃的 不用忙活了 我们出去到国营饭店吃去 不过 我得先洗个澡 换身衣服才行 在火车上三天 这也只能擦一下身体 他感觉自己都要馊了 特别是他头发 痒得很 行 秦也杰也想要洗一洗 早年 慕容外公为了让自己 唯一的外孙女 来这边住得舒服 是修建了一个洗澡间的 只是 他可能没想到 却便宜了 那白眼狼一架子 慕容夕痛快地洗了个澡 而外面秦也杰 则是在慕容夕洗澡的功夫 他在院子这边冲洗了一下 所以 当慕容夕出来的时候 他也换好了衣服等着了 谢谢 你这双真好看 或许这个年代的人是含蓄 你或是内敛的 但 这并不包括秦也杰 他对喜欢的表达 是直白热烈 慕容夕嘴角勾了勾 嗯 你也挺帅 第282章 帅这个字新鲜 但并不妨碍 秦也杰接受度比较高 他咧嘴一笑 一点都不谦虚 是吗 我也这么觉着 咱俩就这么有夫妻相 天生一对 脸皮啊 可谓是超级厚了 他觉着 他们又是不结婚呢 那简直都是天理难容 慕容夕听到她的话 嘴角弧度更大了一些 走吧 商业互吹可以结束了 哎 好嘞 两人就这样走了出来 秦也杰这时候才发现 他对象的手里有一把大锁 不由得好奇 谢谢 你这锁哪里找出来的 我把外公库房那把锁 拿过来先用着 库房那里已经没有东西 只挂着这把锁了 正好可以用这儿 那我来锁 秦也杰很积极 很想什么事都替他家对象干了 慕容夕当然不会打击 他的这种积极性了 立即把大锁就递了过去 秦也杰把大门锁好了之后 他们俩人就朝着国营饭店那儿走去 十分钟之后 俩人进了国营饭店 秦也杰扫了一圈 发现大城市就是不一样 这来饭店吃饭的人 比在那镇上的国营饭店的人 要多一点 希希啊 那边有个空桌 文贵坐 慕容夕点了下头 便朝那空桌走了过去 刚刚坐下 就有服务员过来 要吃什么啊 声音懒懒的 不点劲似的 但她的视线 无意中落在慕容夕的脸上 她大吃一惊 啊 慕 慕容夕 慕容夕听到这服务员喊的名字 便抬头看她 并不认识啊 但是 这人的不善语气 和那邓氏的眼神 就让人很不愉快了 不过 还不等她开口 那边的秦也杰 已经明显不高兴 你这服务员怎么回事 大呼小叫的 还让不让人点菜了 刘思这才想起来 这儿还有个男的呢 她表情一下子变得很难看 仿佛像是桌奸桌到了一般 慕容夕 你居然光天坏日之下 跟这个野男人过来吃饭 你还要不要脸了 她声音有些大 所以这一出声 在这饭店里吃饭的 那些人全都朝这边看了过来 毕竟 这时代的男女问题啊 那还是比较敏感的 所以 先入为主 一个个看向慕容夕和秦也杰的眼神 就带上了一些异样 这可把秦也杰彻底给惹怒了 她豁得站起来 你他妈庆幸自己是个女的吧 要不然我删死你 谁是野男人 我正儿八经的未婚夫 你再说一句 我不介意打破不打女人的常规 刘思听到她的话 更怒了 搞笑啊 她爹妈收了我们留家二百块钱的彩礼钱 外加一个工作岗位 她可是我们留家的媳妇 是我弟弟老婆 你们可真够不要脸的啊 居然光天化日之下 乱搞男女关系 后面这话她还没说完呢 就被站起来的慕容夕 打了一大巴掌 我未婚夫她是好男人 不打女人 但是 我确实要打你这个最贱的 留点谁啊 跟我有什么关系 刘思捂着半边被打的脸 整个人就懵了 他家条件好 从小到大也算是被宠着长大的 还从来没有被人这么打过啊 回过神来 整个人直接发飙 那贱人 你敢打我 我给你拼了 说着就要往慕容夕的身上铺拳 慕容夕直接又是反手一巴掌 一下子就把刘思给打偏了半圈 她可是没有留任何力道 所以刘思这脸迅速地红肿而起 慕容夕冷眼闭泥着她 嘴巴要是再不干净 我不介意亲自替你去吸血 冷酷的眼神格外凌厉 刘思莫名地就有些被吓到了 她十分憋屈地开口 你 你那亲爹李坤 和你的后妈照秀 才在两天前拿了我们家两百块钱的彩礼钱 另外还给了一份工作 你可是我弟弟的未婚妻 慕容夕冷笑 哼 李坤和赵秀拿了你们的钱 关我何事 这俩人在我妈还在的时候 就婚内乱搞男女关系 已经被我举报抓了 并且 我们已经在公安的见证下 解除了妇女关系 你们刘家不管是要人还是要钱 都可以去牢里找他们 要是再敢破坏我的名誉 我不介意去举报你们家买卖人口 刘思听到这话 都忘记了脸上疼痛了 她瞪大了眼睛 表情极不可思议 啊 你说什么 李坤和赵秀被抓了 秦夜节瞪她 耳朵长得是摆设吗 都说这么明白了 还听不清吗 实在不信 可以去公安局查探一下 不过 她可不会就这么放过她 谁叫这女人 刚才骂她对象来着 她都舍不得骂一句 这女人竟然敢骂她 轻拿轻放 那可不是她的风格 眼尖的 正好看到有一个 穿白色工作服的人 她当即朝那人高喊 哎 你们领导谁呀 快把她叫出来 我投诉这女的 她在这里工作 首先是个服务员 并不是让她在这里 带着个人情绪 随便骂人的 一点素质都没有 怎么配当服务员 就她这样的 怎么为人民服务啊 你们快就领导过来 开了她 要不然 我就投诉到市里去 她的表情和眼神 全都显示着 她是非常不好惹的样子 第二百八十四章 偏偏 这份内现在 还是她管着 想了想 她决定 还是先离开 找她爹 怎么解决比较好 于是 她便黑着脸走了 看着碍眼的人走了 那位大厨主管 心情极好 为了好好感谢这俩人 她笑眯眯地开口 两位要吃点什么呀 我给你们去做 秦爷姐看了眼她 也不客气 那就麻烦 给我们来个红烧肉 一条鱼 一个豆腐 一个土豆 再来碗汤 对了 八两米饭 五个馒头 大厨主管傻眼啊 吃得完吗 谁家俩人 要吃八两米饭 外加五个馒头啊 这确定不是饭桶 秦爷姐肯定地点头 当然了 没看到我这么大个嘛 啊 好 她把钱给算了一下 然后抱了过去 秦爷姐爽快地付了钱和票 既然人家有钱有票 吃得起 那就不是她能管的了 大厨主管直接走了 至于店里其他人 见事情真相 并不是一开始那样 错的 还是那服务员时 都纷纷又坐了下来 不过啊 她们也大致地听了个明白 只能说啊 这女儿告父母的 这姑娘啊 也是个狠人 秦爷姐可不管别人 她十分殷勤地问道 西西啊 要喝水吗 我给倒点 温化的同时 她已经动手操作上了 不仅给对象倒了杯水 还给自己也倒了一杯 毕竟下了火车之后啊 忙得跟这些人唇枪舍战的 连口水都没喝上 厨房那边上菜的速度 还是蛮快的 素菜和汤都上来了 外加一大盆饭 慕容夕看着一大盆的米饭 她嘴角微不可见地抽了抽 嗯 西西啊 你是不是觉得我吃得比较多呀 秦爷姐有些发愁 她的大胃口 会不会吓得未来媳妇啊 不会 有力量的人就该吃得多 这半两饭 其实也没多少 慕容夕这话 很好地安抚了秦爷姐 她咧嘴一笑 对 西西啊 你说得太对了 你对我真好 慕容夕无语啊 干饭人 干饭魂 你吃饭的样子 还是蛮帅的 两人一边吃着 剩下点的菜 也陆续上来了 这大厨手艺不错 无论是鱼还是红烧肉 都做得挺好吃的 哪怕是慕容夕 一时间都有些吃撑着了 两人走出国营饭店 秦爷姐看了眼 这家对象 我们现在去哪儿 是回家吗 家这个字啊 用得好 不过慕容夕现在 把那李坤和赵秀 都给送进去了 也就没有想要回去睡的意思 毕竟园主那间房间 都被他们给搞得乱七八糟的 床铺都没了 估计啊 就是打着 不想让他回这房子的打算 还不如找个 好点的旅馆住一下 那条街上有个旅馆 我们过去住 第二百八十五章 偏偏 这饭店现在 还是他管着 想了想 他决定 还是先离开 找他爹 怎么解决比较好 于是 他便黑着脸走了 看着碍眼的人走了 那位大厨主管 心情极好 为了好好感谢这俩人 他笑眯眯地开口 两位要吃点什么呀 我给你们去做 秦爷杰看了眼他 也不客气 那就麻烦 给我们来个红烧肉 一条鱼 一个豆腐 一个土豆 再来碗汤 对了 八两米饭 五个馒头 大厨主管傻眼啊 吃得完吗 谁家俩人 要吃八两米饭 外加五个馒头啊 这确定不是饭桶 秦爷杰肯定地点头 当然了 没看到我这么大个儿嘛 啊 好 他把钱给算了一下 然后抱了过去 秦爷杰爽快地付了钱和票 既然人家有钱有票 吃得起 那就不是他能管的了 大厨主管直接走了 至于店里其他人 见事情真相 并不是一开始那样 错的 还是那服务员时 都纷纷又坐了下来 不过啊 他们也大致地听了个明白 只能说啊 这女儿告父母的 这姑娘啊 也是个狠人 秦爷杰可不管别人 她十分殷勤地问道 西西啊 要喝水吗 我给倒点 问话的同时 她已经动手操作上了 不仅给对象倒了杯水 还给自己也倒了一杯 毕竟下了火车之后啊 忙得跟这些人唇枪舌战的 连口水都没喝上 厨房那边上菜的速度 还是蛮快的 素菜和汤都上来了 外加一大盆饭 慕容夕看着一大盆的米饭 她嘴角微不可见地抽了抽 西西啊 你是不是觉得我吃的比较多呀 秦爷杰有些发愁 她的大胃口 会不会吓得未来媳妇啊 不会 有力量的人就该吃的多 这半两饭 其实也没多少 慕容夕这话 很好地安抚了秦爷杰 她咧嘴一笑 对 西西啊 你说得太对了 你对我真好 慕容夕无语 干饭人干饭魂 你吃饭的样子 还是蛮帅的 两人一边吃着 剩下点的菜 也陆续上来了 这大厨手艺不错 无论是鱼还是红烧肉 都做得挺好吃的 哪怕是慕容夕 一时间都有些吃撑着了 两人走出国营饭店 秦爷杰看了眼自家对象 我们现在去哪儿 是回家吗 家这个字啊 用得好 不过 慕容夕现在 把那李坤和赵秀 都给送进去了 也就没有想要回去睡的意思 毕竟 园主那间房间 都被他们给搞得乱七八糟的 床铺都没了 估计啊 就是打着 不想让他回这房子的打算 还不如找个 好点的旅馆住一下 第二百八十六章 那条街上有个旅馆 我们过去住啊 那位穿工作服的 恰巧还是厨房的小领导 听到这话 立即就过来了 哎呦 抱歉呐 你的意见 我们一定会合适处理的 秦爷杰直接打断他的话 还要怎么合适啊 他刚刚没有骂人吗 他家没有用钱买卖人口吗 刚刚可是他自个儿说的 花了两百块钱 刘思也不傻 直到这事承认了 那不仅他完了 他家也完了 当即辩解 尖叫起来 啊 那不是 我们也是被赵修和李坤给骗了 本来那是彩礼钱的 但那傻弟弟 自从看到慕容夕之后 不知道为什么 就开始认准了慕容夕 吵着要娶媳妇 爹娘呢 宠着这唯一的儿子 所以就跟赵修一说 两百块钱的彩礼 我也加一个工作岗位 这天价彩礼啊 要不是因为弟弟有些傻 谁会出啊 那李坤和赵修 还保证会尽量把人给哄回来 然后让二人结婚 可这人是回来了 没想到 却发生了这么大的事 再让这俩人在这国营饭店闹起来的话 那么自己这工作也保不住了 谁不知道国营饭店油水多好啊 每天都会带些剩饭剩菜 或是汤汤水水的回家 这可是最抢手的工作啊 他不能丢了这份工作啊 想到这里 他果断道歉 慕容姬 对不起 我真的不知道这事 我们家也是被骗了 刚刚是我不对 是我口不择言 对不起 请你原谅 秦夜姐冷笑 哼 你以为道个歉就完事了 这可原谅不了 听说你家弟弟是个傻子呢 这得多险恶的用心啊 要是换成平常姑娘 那岂不是就被你们这一家子给害了 咄咄逼人的话 让刘思冷汗沉沉 他气弱地开口 是 赵秀骗了我们 我告诉你啊 我和西西那可是我们双方外公 在前几年就给我们定下的亲事 他的未婚夫从来都是我 我不管你谁骗了谁 但是 要再扯上我媳妇的话 那可就别怪我搞得你们全家都鸡犬不宁 还有 谁拿的钱就找谁去 那是害我丈母娘的一家子 跟我和我未婚妻 毛险关系都没有 是 刘思投昏脑账的 他觉着现在要立即回家 把这事告诉爹娘去 太震惊了 如果是真的 赵秀可是骗了他们家两百块钱呢 那可不是一笔小数目 那个大厨主管早就看着刘思不顺眼了 人懒还事多 正好找不着机会把人开了呢 这会儿啊 机会递到自己手上 那还不得抓着啊 脸色一板 刘思啊 你在工作期间 对顾客大吵大闹的 所以你被开除了 现在就说着东西 回家去吧 第二百八十七章 空下来的岗位 正好给熟悉的人 真好 说起来 他还得感谢这俩神 刘思脸色一白 这是怕什么来什么 秦夜杰的心里也正有此意 毕竟那房子看着是好 但是他对象的房间 好像不能睡人了 更何况 他现在也不好单独地 睡在那房子里 为师便联盟点头 好 这边 刘思骑着自营车 回到了娘家 把自营车一放好 他便急吼吼地大喊 爹 娘 出大事了 刘母看到女儿这样子 眉头一皱 喳喳呼呼地干什么呢 刘刚倒是看向 女儿这荒谅的样子 就问了一句 出什么事了 爹 那个赵修和李坤 搞破鞋 被回来的慕容西 告到公安局去了 听说已经被抓走了 刘家夫妻两人听到这话 瞪大了眼睛 啊 你说这事真的假的 当然是真的 我在国营饭店碰到那个慕容西 和他未婚妇了 他亲口说的 况且都被抓了 这事他能胡说吗 听他意思 那个李芷兰 可不是什么脱油瓶 而是李坤和赵修的亲生女儿呢 爹 我们家可是被他们骗了二百块钱呢 这该怎么办呢 二百块钱 即便他们这种家庭 那也是大数额了 哪里能让人白拿的道理啊 刘母 也就是孙翠香 他在震惊过后 就立即说道 哎呦 儿子弟啊 这事怎么办 我不管 反正这钱收了 工作也给了 那慕容西 就得是我家儿子的媳妇 什么未婚妇的 那不行 他早年因为身体状况 就生了那么一个儿子之后 便不能再生了 就只有这么一个儿子啊 所以老刘家的香火不能断 如果让慕容西给他生个孙子的话 先不说别的 就那副长相 孙子的相貌 就不可能差到哪儿去 他呀 不能白花二百块钱 刘刚能坐到纺织厂厂长长的位置 这脑子自然不是白长的 他瞪了眼自己老婆 这女的小小年纪就这么狠 能把自己亲爹给告进公安局 他外公都没有办到的事情 而他给办到了 这可除了狠劲之外 那就是他脑子绝对非常好 这样的人 你以为他会甘心嫁给咱们儿子 别到时候 人没娶进来 他却把咱们家给折腾散了 这事你就别想了 比起儿媳妇 工作和钱财才是最重要的 有了钱 还怕找不到一个儿媳妇吗 更何况 那小丫头未婚夫 也不是个省油的灯 这到底是什么底细的 可是一点都不清楚 加更一下 祝大家节日快乐 第二百八十八章 孙翠香听到自家男人这个话 他吓了一大跳 啊 这 这不能吧 他也就十七八岁 哪有这么厉害呀 这个时候 刘思忍不住插话了 娘 那女人很厉害呢 她说要告诉咱们买卖人口呢 还有 跟她在一起那男的 也坏得很 她三言两语的 就把我工作给弄没了 想起这个 她咬牙切齿 国营饭店的服务员 也不是特别累 最重要的是油水好 现在没了 她要怎么办 她婆家人要知道 她没了这份工作 是不是会很生气呢 刘家夫妻听到女儿的工作没了 他们瞪大了眼睛 这 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你工作怎么就没了 刘刚的脸色非常难看 黑沉沉的 刘思立刻就把先前发生的来龙去脉 给讲了一下 最后问道 爹 我工作怎么办 你能给想想办法吗 刘刚周身被低气压笼罩 工作的事情 等明天再说 现在 她看向了自己老婆 你去小阳楼那边 谈谈情况 她也得出门 打听一下发生的事情 特别是被关进了公安局那对夫妻 总要打听出到底能不能出来 什么时候出来 她好想想后续要怎么办呢 孙翠香能怎么办呢 她当然也只能硬着 她倒是要去看看 那个慕容夕究竟是如何的能耐 饭也顾不上吃了 好 我现在就去打听一下 然后 她吩咐女儿 在这儿吃饭 并且顺便把碗给洗了 慕容夕和秦也姐找了家旅馆 拿出介绍信 开了两个房间 等到了房间门口之后 汐汐啊 这几天累了 你早点睡 咱们明天再把你的房子整一下 香 慕容夕点了下头 今天 只是扔出了一小部分 但是要住人的话 明天还得继续整理好 这小阳楼是外公的 这也算是她的了 就算是她以后不会回到这里住 但是她暂时都没有卖的打算 两人各自进了房间 秦也姐只是待了一会儿 然后就出来了 她敲了敲隔壁的门 汐汐啊 你睡了吗 慕容夕哪有那么快睡着啊 打开门 怎么了 秦也姐看她 汐汐啊 我有点睡不着 要出去转一下 你这边门关好啊 慕容夕点了下头 然后问了一句 啊 要我陪你起吗 秦也姐听到她这话 嘴角糊涂 不受控制地上扬 对象有些粘人怎么办 她很喜欢被她这么粘着 可惜的是 她还有重要的事情要去做 只能压下来想要点头的冲动 你累了 早点歇着 我随便出去逛逛就行 你也别担心我 第289章 慕容夕 她表示并不是担心 只是礼貌性地问一下而已 嗯 那你也早点回来 秦也姐的眉梢都染上了愉悦之色 就这么点时间 她对象就舍不得分开 这也太爱她了吧 真是仇人的甜蜜 郑重其事地点头 嗯 我尽量会早点回来 不过 你也不要等我 我回来直接就回房间睡了 果然 能早点结婚才是正经事 这样 他们就可以直接在一个房间 私下里 媳妇要怎么黏都行 慕容夕不再多说 她点了下头之后 便直接关上了门 秦也姐看着那关上的门 随后她便素着一张脸离开了 她心中有好几个要去的地方 比如李坤那个工作单位 还有那个恶毒继母的 包括赵家的 当然还有刘家的 她这忙着呢 而且她既然来了这里 那脑子生锈的赵玉明家 她也得好好去关赵一下才行 如果这赵玉明的父母 没有任何问题 那她就不搞他们 但是赵玉明 可不能在秦家村待着了 她得送着男人 去那些更为艰苦的地方 好好感受一下才行 省得每天闲着脑子涨泡 秦也姐不是自己 亲自去跑每个地方 她就算是有三头六臂 那也是不可能一下子 赚那么多地方去搞事 有钱的人能咋地啊 当然是雇人了 往那些暗巷走去 想要找几个能办事的 对秦也姐来说 那简直就是轻而易举的事 这可是她特殊本事啊 能快速地变人 刘家夫妻 也是深夜才回到家 他们心累得很 也震撼极了 原来女儿过来讲的 也就是片面而已 那个慕容熙 可比想象中还要厉害得多 不仅把亲爹和继母 给整进公安局了 还把赵家人 像赶落水狗一样 赶出了他们住的那个院子 这还不止 慕容熙居然把那小院给捐了 这要是换成任何一个人 那都是不可能做到的事 那小院再怎么样 也值好些钱的 反正换成是她 也许做不到这么轻飘飘 这房子捐的 简直太有大智慧了 夫妻俩心有气气些 刘刚果断地说道 慕容熙 这人不能再想了 这个女人 真不是一个狠字能形容的 她这些年隐忍到现在 就是一个不可小看的人物 咱们惹不起她 那两百块钱怎么办呢 赵秀和李坤都进去了 这钱肯定是拿不回了 那份工作现在还好办 这是暂时让赵秀的弟媳妇干着 这人才干一天 随便找个理由 就能把人给弄走 但是这二百块钱 无论如何要讨回来的 要不然 她一辈子都得心痛 第二百九十章 刘刚眼中金光一闪 赵秀 不是还有一个儿子和女儿吗 他那个女儿还没有谈对象 就他了 虽然不是很满意 但是没有钱还的情况下 也只能这样 孙翠香不高兴 那赵秀和李坤 肯定是要吃枪子的 我们刘家 可不能跟这样的人家扯在一块 刘刚想想也是 嗯 那就让他们兄妹还钱 这边 秦夜节几乎到了凌晨一点 才回到住的旅馆房间 她见过 莫容熙房门口的时候 还是放轻了脚步 不过 她不知道的是 其实 莫容熙也是出去了一趟 只不过 她早两小时回来而已 第二天 莫容熙和秦夜节起床 退了房间之后 便去吃了早餐 两人都没有提及 昨天晚上出去干了什么 他们吃完饭之后 回到小洋楼 这才发现 昨天扔在外面那些东西 都没有了 看来 昨天晚上 有人趁夜拿走了 对于这些 秦夜节和莫容熙都没在意 他们进小楼之后 又清理了一大堆 和那家人有关的东西 然后 秦夜节拿着一个 红色的小木箱子出来 哎 希希 你看这个 这是从那对夫妻的 床底下找到的 莫容熙看着这个红木箱子 这可能就是她外公的 视线落在那锁上 有没有找到钥匙 秦夜节立即说道 没有 但是这个简单 你等会儿 我找个东西就能打开 她说完就走了 等回来的时候 手上多了一根 铁丝条的东西 然后 鼓到两三下 啪哒一声 就开了 她抬头朝莫容熙笑笑 有股邀功的意味 哎 希希 好了 莫容熙看她那笑容 还有那露出一口的大白牙 仿佛在说 快夸我 快夸我 她不吝啬地 竖起了大拇指 厉害 秦夜节的笑容 在听到这俩字的时候 再次放大了几分 嘿嘿 快看看 这里边装什么呀 莫容熙点了点头 然后走过去 打开 首先露出的是一大碟钞票 她目测一下 至少有三百块钱这样 除了钱之外 还有十几块金条 秦夜节瞪大了眼睛 我的乖乖 希希 这金块 是不是就你外公的 莫容熙的表情 蹦得有些厉害 是我外公的 李坤为什么要做上门女婿 当然不是光图 莫容君漂亮 因为李坤家是 穷得揭不开锅那种 李家在乡下 李坤有七个姐姐 然后他父母就靠 这七个女儿的彩礼钱 硬生生地 供出这么一个儿子 让他上了高中 金元巧合之下 其实应该说是 在李坤蓄意地接近下 和慕容君好上了 然后当了上门女婿 他是不可能有这金条的 秦夜节暗骂了李坤不是东西 然后快速说道 既然是你外公的 那你就收好 另外 这钱也得是属于你 上次下乡补贴 不是被他们拿了吗 这好 还有这一百块钱 指不定也是你外公的呢 你拿着 别心虚 慕容西挑眉 心虚这俩字 不属于他 这钱拿走 这些 暂时找个安全的地方 藏好 金块 戴在身上不方便 万一要是给人查到点什么 估计也不是好事 行 秦夜节把钱拿出来 递给他对象 谢谢 这钱你拿着 然后又掏出昨天的一百块 还有这个 慕容西只接了那两百块钱 这一百你拿着 要用什么 就把这钱给用了 秦夜节咧嘴一笑 然后只抽出两张十块钱 把另外的那些钱 全都塞到慕容西的手中 我只要两张就行 男人身上不能有太多钱 对象给零花钱的样子 真是太好看了 慕容西不远 他这对象的脑子 总会有那些奇奇怪怪的想法 把钱一收 然后把那红木盒子一盖 大娘说你找东西 和藏东西的本事一聊 你去藏吧 秦夜节 他老娘真这么说呀 怎么听着不像好坏来着 不过他脑海随即 被另一个涌上来的想法给占了 他对象让他藏这些金块 那他得多信任他呀 哎呀 他对象怎么就这么爱他呢 他丝毫不想想 他自己啊 可是把全部身家都给上交了 好 续续啊 我一定给找个最严实的地方藏着 就连耗子都找不着 慕容西不语 在下午三点半的时候 这房子总算是被清理干净了 其实啊 大多数都是秦夜节在干 然后两人出去 买了好多东西 比如备单这些 等他们回来的时候 发现门口有昨天那位崔公安 而崔公安也看到他们了 他视线在他们手上看了一眼 然后就说道 你们来得正好 我是来跟你说一下赵秀和李坤审查的结果的 慕容西有些诧异 这么快就出结果了吗 对 赵秀的心理素质不行 我们昨天晚上在审问四个小时之后 他便把什么事情都给交代了 慕容西无语 四个小时啊 那赵秀不崩溃才怪呢 崔公安继续说道 他交代 他的女儿李芷兰 是他和李坤生的 我们深入审问了一下 当年慕容军女士也是因为被他推了一下 再加上受他的言语刺激 这才摔倒加早产 而刘廖海的死 则是因为刘廖海知道这两人的事情 他准备找李坤算账 只是因为喝过酒的关系 这才意外摔死的 李坤的心理素质要强 先前并不承认这一切 后来我们把赵秀已经交代的事情说了一下 他才咬口说是赵秀勾引他的 而其他的都没有承认 第292章 慕容熙听着 知道他们不容颜 谢谢 你们辛苦了 为人民服务 不辛苦 这俩人会责任宣判 他们的罪不轻 量刑会很严重 现在正是严抓这种男女风气的时候 他们撞在了枪口上 更是要研判的 崔公安的声音 不轻不重的 却正好让那些本就好奇的老邻居们都听到了 这被抓捕和被确认罪名 那性质可就完全不一样了 更何况 人家公安都说了 要研判 那按照现在的严打来看 再加上还涉及到两条人命 这铁定了 得吃枪子了 这帮老邻居们唏嘘不已 但说同情 还真是一个没有 他们鄙视这些乱搞男女关系的人 更何况慕容君还是因为这俩人而死 压根就同情不起来 他们两人吃枪子啊 那也是罪有应得 两个字 那就是活该 要知道 当年的慕容君 在他们这一片区里 那可是温婉又漂亮 而且不仅聪明 性子也好得很 只可惜眼神不大好 选来选去 选了这么个中山郎 年纪轻轻的就丢了命 所以说呀 姑娘嫁人 还得好好睁大眼睛 瞧仔细了 崔公安走了之后 慕容熙得到了一大波老邻居的关怀 顺便跟她说了 那些丢在家门口的衣服 物件 都被赵家人给偷偷摸摸拿走了 不过 慕容熙毫不在意 赵秀和李坤 还有他们两个子女的衣服 对她来说 都是一些脏她眼睛的垃圾 捡走了更好 跟那些邻居们互动完了 她便和秦也姐进了院子 秦也姐深怕对象难过 在关上门之后 她情真意切地说道 秦秦啊 你放心 那些找你麻烦的人 他们都不会有好下场的 啪媳妇 谁也不能欺负 慕容熙看了眼她 点了下头 嗯 那些人 当然不能好过 要不然 她来这里干什么 这就是因果关系 比如 她上午 在外公那个房间角落里 还找到一张比较旧的一寸黑白照片 照片上 一个如花般美丽温婉的年轻女人 分明 跟她现代的亲妈 长得一模一样 怪不得 她跟园主长得那么像呢 只是 这张脸 还没有她原先的精致而已 还有园主记忆中的外公 这些记忆 越发清晰的时候 她就有种感觉 其实 园主 就是她自己 没道理 外公和她亲妈都一个模样吧 而且 她这外公都会一说 越是在这里待的时间久 她就越觉着 自己其实就是胎川了 就算不是 她现在 继承了所有的记忆 也感同身受 所以 为慕容家报仇 那也是她最应该做的事 刘刚这一天 在工厂里虽然上着班 但不知道为什么 她这心 就有种悬在半空中 很难受的感觉 好像有不好的事情要发生 让她这一天 都没有办法好好工作 非常不安 不过 她是纺织厂的厂长 有单独的办公室 在忙完了其他要紧的事之后 便直接在办公室里不出去了 直到了 在快要临近下班的时候 有人突然就这么 推开了办公室的门 闯了进来 这光当的开门声 实在是太重 太响了 把本来心情就很浮躁的刘刚 给吓了一大跳 她捂着要下停的心脏处 抬头 正想破口大骂的时候 发现 这莽撞闯她办公室的 是她老婆 就把骂人的话给收了回钱 但脸色还是很不好 黑沉沉的 你来这里干什么 孙翠香没有回答她的话 而是转身把门给关上了 然后快速走到办公桌前 老刘啊 不好了 那个赵秀和李坤都交代了 他们得吃枪子 这话可把刘刚给吓得不轻 啊 你从哪里听来的 我先前就去那小洋楼那边了 听那个崔公安亲自说的 老刘啊 咱们这钱 真的是逃不回来了 刘刚瞪她一眼 都什么时候了 还光惦记着钱呢 这是头发长见识端 回头 你赶紧去备点礼物 去跟那个慕容熙道歉去 就说这亲事啊 咱们也是被蒙蔽的 这姑娘的狠劲啊 只是她这辈子都没有见过 她怕这人记仇 会惦记上他们刘家 虽然自认自身没有其他的污点 但万一呢 与那赵坤搅合过的 那也得是有爱她名声啊 可是 孙翠香并不想去 他们家掏了那么大一笔钱了 结果人才两空先不讲 这还得让她去跟那慕容熙道歉 这事怎么想都不得劲 刘刚黑着脸 没什么可视的 你现在就过去 就在孙翠香 心不甘情不厌的 准备点头答应时 外面传来了敲门声 刘刚现在有点风吹草动 都感觉心静肉跳的 深吸一口气 他压下这股莫名其妙的慌乱 进来 门被推开 站在门口的好几个人 都是他所熟悉的 但是他们的身份 却让刘刚的心中凉凉的 完 完了 纺织厂书记 还有厂工会的领导 还有就是市里的 包括一个身穿警服的 这些人 让刘刚的心 哇凉哇凉的 也把孙翠香给吓得不轻 推到一旁 不敢说话 刘刚好歹也是 当了多年的厂长 他最先回过神来 稳住心神 然后仰起一抹笑 快速地走出来 迎上前 啊 各位领导 欢迎欢迎啊 不知 第二百九十四章 后面的话还没有说完 就被崔公安给打断了 刘刚 有一些案子 希望你回去协助调查一下 刘刚听到这话 他笑容瞬间就僵在了脸上 最担心的事情 果然出现了 不过 他最多就是因为 二百块彩礼的事 稳住心神 啊 当然可以 我愿意协助 崔公安点了点头 正准备说一起走的时候 一旁的仿制厂书记 就开了口 崔公安 先等会儿 就两分钟时间 我跟刘刚说些事啊 崔公安不至于这点时间也不给 他点了下头 而刘刚在那书记开口的时候 他心头重地跳了一下 生起一股很不好的感觉 天书记啊 你要跟我说什么呀 刘刚 我收到实名举报 你滥用职权 随意给他人安插工作岗位 导致本该工作的人 则被涮去 我们这里还有你收钱财的证据 你身为一个厂长 这是严重伪计的行为 所以你被厂里开除了 啊 不 我没有 刘刚刚想要为自己争辩 但是当他低头看了一眼 那甩过来的文件 他什么辩解都卡在了喉咙里 他知道自己就是说出个天花来 他这厂长的位置 也是当到头了 垂头丧气地哑着声音回答 我愿意接受厂里的安排 崔公安见他们已经谈完了 便对刘刚说道 好了 现在可以跟我走了 好 刘刚惨白着脸 崔公安转过头 看向一直没有说话的孙翠香 你是孙翠香同志 突然就点到名的孙翠香 打了个哆嗦 呃 是 我 我是 正好你在这 也跟我回去一趟 有些事 你也是当事人 需要协助调查 崔公安的话 让孙翠香差点腿软站不住 啊 好 完了 他家都完了 李坤和赵秀那两个祸害精 可是把他家给毁了 他男人工作没了 这以后 叫他家怎么生活啊 在这一刻 孙翠香除了想摇死李坤和赵秀的冲动之外 剩下的 那就是无尽的悔恨 早知道慕容夕那贱丫头这么狠 他是说什么也不会去招惹的 谁见过有人会把自个儿亲爹送去吃枪子啊 天下间 估计都找不出第二个来 这个时间点 正好临近下班的时间点 所以 刘刚夫妻被带走的时候 还是引起了纺织厂的轰动 他们纷纷猜测着 这对夫妻究竟是犯了啥事 那几位厂领导 在目送刘刚夫妻走了之后 便去了人事科 不仅下达了处理刘刚的决定 还把刘刚刚整建来的赵志发的老婆的岗位 给录下来了 第295章 这个工作岗位 本来是留给一年之后回城的李志兰的 但现在 暂时由赵秀这个二弟媳先干着 现在好了 一切都没了 赵秀那啥媳妇也不敢说了 只能灰溜溜地回家去了 他回家的时候 并把厂里那刘刚夫妻被带走的事情也说了 这可让那赵家人给吓得不轻啊 虽然 刘刚夫妻在晚上被放回来了 但是刘刚工作没了 这二百块钱也不好追回 夫妻二人就把那赵秀和李坤给恨毒了 既然没有了工作 刘刚就没那么多顾忌了 你先前不是说 赵秀还有那闺女叫李志兰的吗 你去问他讨钱 要是讨不到 你就让他嫁给我们儿子 人和钱总是要留下一样不是 反正这婚事在公安局那边也说开了 并不是什么人口买卖 只是他多加了些彩礼罢了 再加上 根本就没有让慕容夕来留家 所以他们就这么回来了 孙翠香当然也想要钱了 那可是两百块呀 现在他们家老刘没了工作 这两百块钱 无疑就是一大笔的钱 可以让他们用上好几年 自然是要讨回来的 可那李志兰 不是在乡下当知青吗 怎么讨啊 你先去赵家讨回多少是多少 如果赵家给的少 那么你就带着儿子 去李志兰那里乡下闹 随便怎么搞都行 刘刚说这话的时候 眼中是透着狠意的 谁也不能占他们家便宜 更何况他们刘家 现在跟赵秀一家子 有着不共戴天的仇恨了 至于慕容夕 哪怕是知道他举报自己 他也不敢去惹他了 从来没有见过这么有心计 且又狠的姑娘 他惹不起呀 而且他们刘家去闹 那个赵家和李志兰的话 是不是也会让那慕容夕 满意呢 从而不再盯着他们家呢 今天晚上 慕容夕和秦也杰并没有去旅馆了 因为慕容夕和秦也杰 下午购置了些东西 他们晚上可以在这睡了 秦也杰没有任何的房间 他就拿着新买来的铺盖 在楼下大厅里凑合一夜 那个李坤和赵秀睡过的房间 除了大床 其他东西都被扔干净了 床当然是不可能扔的 这是外公的老古董 那种花样特多的老式拔布床 这要是放在以后啊 那可是老值钱了 可惜呀 就被那对夫妻给睡过了 这就算是打扫过了 秦也杰也不想睡得各样 反正天这么热 睡在客厅里也比较舒服 第二百九十六章 第二天 慕容熙起床下楼的时候 发现秦也杰已经不在客厅了 而且这客厅睡觉的地方 也被他收拾得特别干净 不由的有些好奇他去哪了 因为没有在房子的其他地方看到他 就在他刚洗漱完 就看到秦也杰推门进来 他的两手都提着东西 你这是买早餐去了 秦也杰咧咧嘴一笑 对 谢谢 你看 我给你买大肉包子 还有鸡蛋 还有油条 烧饼 豆浆 不愧是大城市 比他们县城国营饭店里头 卖得丰富多了 得亏他去的时候 带了两个大堂子杯 正好 成了豆浆 慕容熙本来想说 怎么买这么多 但是 想到秦也杰的食量 于是 也就没有把这句话 给说出口 很烫吧 赶紧放桌上去 秦也杰听到最关心的话 他心里头又美得不行 他对象啊 就是这么心疼他 果然 有人惦记和心疼 就是不一样 就不会像他老娘那样 总是说他皮糙肉厚的 皮糙肉厚咋的了 难道那就不是肉啊 现在没有关系了 他也是有人心疼的人啊 刚想要开口说压根不烫 但是 画到嘴边就改了 嗯 的确是很烫手 要不 等会儿嘻嘻吹吹 我小时候听说 这样会好得快 就这待遇啊 从来没有享受过 也不知道是真的还是假的 慕容熙五语啊 你手握的那是 堂瓷杯子的把手啊 并不是直接放到 豆浆里去了 吹个啥吹呀 本来慕容熙以为 这家伙也就是 嘴上瓶瓶而已 却没想到 他在放下早餐之后 还当真把那双手 伸到了他面前 嘻嘻啊 你看 都烫红了 你给吹吹吧 他狭长漂亮的双眸 在这一刻看向慕容熙的时候 亮得有些惊人 慕容熙五语啊 大哥呀 你是认真的吗 就你这双手 仔细看那掌心 都找不到一丝 被烫红的印记 说句难听点 这都是他看晚了 所以啊 已经自愈退红了 他应该早点看才是啊 无语地 捏了一眼 坐在对面的身 看着不说回手 而且掌心 都在慢慢伸出汗的时候 他俯个身 然后轻轻地吹了几下 好了 秦也截止感觉啊 刚刚那暖风 不仅吹在了他手心上 更是吹到了他心里啊 让他整个人酥麻地厉害 同一次感觉到 这全身的骨头 都透着一股难言的氧溢 钻心地难受 能让他头发都竖起来那种 他抬起头 表情十分认真 西西啊 好像还有点痛 要不 你再吹一下 慕容熙 大哥呀 你这在跟我开车吗 这卡丁车 好像也能算个车 翻个白眼 吃饭 第297章 秦也截无缘 他对象 肯定不是不疼他 而是 害羞了 喜笑颜开地 应了一声 好 然后 又快速补了一句 我这人 就最听对象的话了 慕容熙 你可闭嘴吧 为防止他再说出那些奇奇怪怪的话 拿起一个肉包子 直接就塞进了他嘴里 秦也戏 秦也戒感动极了 他咬了一下 然后拿在手里 随后 情真意切地说道 西西啊 其实 我就算是手疼 你也不必喂我的 以后一定要多心疼你自己 不要特意心疼你对象 我是男人 没事的 可不能累着你的手 慕容熙 真是无语啊 一顿饭 吃完了 他鸡皮疙瘩都还在呢 今天还要去哪啊 我们明天回去了 你要是想买东西的话 那我们今天可以再买点 慕容熙想到明年的高考 便说道 我们上午去书店看一下 我要买点书 行 秦也姐毫不犹豫地同意 他今天还有一件事要干 赵玉明那家伙太碍眼了 他得搞些事情 让那家伙去大西北农场带着去 那走吧 慕容熙起身 两人一起往外走去 他们经过那条弄堂的时候 许多老邻居们都在跟他们打招呼 秦也姐这人 特别会来世 嘴巴又是那种比较会说的 再加上他皮相好 紧这么一两天的功夫 就让这些老邻居们 对他印象好得不得了 两人走出弄堂之后 慕容熙看着他笑了一下 不知道的还以为 你在这住了很多年呢 秦也姐黑黑一笑 哼 可能是我这人比较淳朴吧 看着特别可信可靠那种 所以啊 希希啊 你有我这样的对象 你绝对可以放心的 慕容熙 你还不忘说一顿 那就是你忘了说你脸皮比一般人也厚呢 两人一起来到书店 不过慕容熙并没有找到需要的高中课本 秦也姐可看不到他对象这失望的样子 希希啊 你要是找高中课本的话 其实很简单 去废品站找吧 我知道的废品站在哪儿 慕容熙看着他 反问一句 你怎么知道 我前那晚上随便转转看到的 秦也姐没有仔细解释 不过慕容熙在听到他的话之后 便也没有再多问 只点了下头 香 两人便往那飞品站走去 不过 他们在路上的时候 被拦住了脚步 媳妇 我媳妇 秦也姐看着眼前这傻子男人 居然想伸手去拉他对象 怒意直冲脑门 直接上去就是一脚 踹了过去 他压根就没有控制力道 直接把这刘俊志 给踹出一米远 那刘俊志痛的在地上翻滚着 弱智的他 直接扯着嗓子就喊道 啊 娘 娘 他打我 第298章 正在不远处的孙翠香 听到儿子的高喊声 他惊了 连忙跑上前 当他看到他儿子在地上翻滚着 而且嘴角都有血丝了 心痛不已 哎哟 儿子 怎么了 谁打你了 娘 他打我 你打他 刘俊志也不是全然傻得很彻底那种 他智商啊 大概也就停在五岁左右这样子 孙翠香一听 便转过头来 当看到那人高马大的年轻男人时 正怒得想要发作 却看到了站在他旁边的 那个一脸冷漠正瞅着他的漂亮女孩 那漂亮的眉眼 让他一下子就认了出来 原来是慕容西那煞星 怒骂的话 瞬间就给咽了回去 而这个时候 秦也姐开口了 好端端的 就想要来扯我未婚妻 这是想当着我的面 公然耍流氓吗 不知道公安局 孙翠香一听公安局这字 他心里头重重地跳了一下 不 抱歉 我儿子是傻子 他什么也不懂 请两位原谅 我 我这就带他回去 不管儿子大叫 他连忙扯起人就走 他男人可是千叮咛万嘱咐 不能与慕容西对上 今天亲自看了这姑娘的眼神 妈呀 阴冷的 让他心悸得这辈子 都不想再多看一眼 秦也姐看着那脚步 亮腔的俩人 嘻了一声 然后转过头 看向他对象 嘻嘻啊 走吧 别为了那不相干的人 影响了好心情 他们还不够格影响到我啊 慕容西语气淡淡的 刘刚的举报材料 是他亲自提交的 有些东西 经过推断再联想 然后花点钱 找人打听纺制厂的事情 再举报 反正 刘刚那厂长之位 他是甭想再做的 至于其他 相信也够他喝一壶 留着刘刚一家 这才能好对付那老赵头 两百块钱 对于无论是失了工作的刘家 还是那被录了工作的赵家来说 那都是一笔不得了的巨款了 让他们两家互相撕扯去吧 秦也杰看到他真的是不在意 心里松了口气 并说道 走吧 就在前面不远处的地方 好 当两人来到收费品的地方 门口只有一个老头守着 秦也杰对慕容西说道 嘻嘻啊 你等会儿 我去跟他说一声 好 慕容西点了下头 然后看着秦也杰 走到那守门的老头面前 他从口袋里掏出两个烟递过去 没有一分钟的时间 他们俩人都被允许进去了 进去之后的秦也杰 忽然想到了什么 他立即小心翼翼地说道 嘻嘻啊 那个烟我是从来不抽的 本来是给我家老头带的 这会儿想起来 就给那个开门大眼 这样好办事 慕容西听到这话 便转过头看他 然后不时一笑 我也没说什么 你这么紧张干什么 那是因为 第二百九十九章 当然是怕你不喜欢我抽烟了 这万一生气了怎么办 当然这话他并没有说出来 只是说道 我是怕你误会了 你对象就是不抽烟的好男人 慕容西见他这般说 就逗了一句 你的意思是 抽烟的不是好男人 这都是坑啊 秦也杰当然不会入坑了 没听到他刚刚还说 这烟是给他爹买的吗 这要是承认这话了 那岂不是说他爹是坏男人了 哦不是 就是我这人比较接身字号 说哪儿好像都不对 为了避免多说多错 他连忙转移话题 西西啊 你看 你要看什么 我那边跟大爷都说过了 可以随便看 有看中的 那一会儿我们就带回去啊 慕容西先前本来就是逗他的 当然不会揪着那个问题 嗯 那就看看有没有高中段的所有课本 你要那高中段的书本做什么呀 根据他所知道的 他对象是念过高中的 那家子为了面子 不得不让西西念 因为那高中的校长 是外公认识的 而且啊 外公提前交了学费和生活费的 要不然早就辍学了 得亏外公有智慧 特别有先见之明 重温一下 慕容西看了眼他 然后压低声音 我感觉啊 明年可能会恢复高考 到时候 你跟我一起考大学吧 这要是换成任何人 这话他都不可能会说的 但是秦夜节不一样 这是他自个儿选的男人 秦夜节听到他的话 不由得懵逼一下 他有感觉 这两年政策 确实是松了一点 或许 过几年的话 会恢复高考 但是 从来没想过明年 他有些不可置信地问了一句 真的吗 慕容西点点头 有百分之百的可能性 秦夜节一听 脸色当即严肃了几分 秦夜啊 这话你跟我说说就行了 以后不准再跟别人讲 知道吗 就算是和你比较好的 你只会一声 我可以替你隐晦地提解 天哪 他对象是多么地爱他呀 要不然 怎么会把这么重要的事情 讲给他听啊 心里面甜滋滋的 比那喝了糖水的 都要甜上五分 慕容西在心里翻了个白眼 当然是因为你才说呀 要不然 你当我是傻的嘛 你放心吧 这个我知道 嗯 那我们快选吧 秦夜节不再耽搁时间 找东西这事 他很在行的 又是关于高考这等大事 他更是放在心上 需要哪些课本 他一经二楚 没一会儿 他就找齐了高中段的语文数学 至于其他说 这边没那么齐全 只是找到几本 他找好之后 便过来找慕容西 嘻嘻啊 你拿着这个破碗干什么 第三百章 这不是破碗 值钱的 他现在的亲妈可是考古的 而他脑子好 再加上 亲妈有时候难得回来一趟 他们母女相处的时候 都会跟他讲一些 这种古董的冷知识 后来 也为了能跟上老妈的思路 自然就看了一点 反正 他看书的速度快 只是可惜啊 想到这里 脸色暗淡了几分 他始终有些不明白 一个人的感情 真的能伸到生死相随的地步吗 连亲爸和女儿都不顾不要了吗 亲爷姐注意到他脸上的变化 有股他从来没有见过的哀伤感 心中一痛 难道西西是在想他外公和亲娘吗 西西啊 那这个咱就拿上 还有什么喜欢的 你都拿上 咱有钱 哎 不对 这个不怎么花钱 你甭管挑多少 我有力气给你扛 人的快乐 就是以最少的钱 得到最大价值的东西 至于挖社会主义墙角什么的 他自然没有 毕竟 这都送到废品站了 他们不拿 那可就当垃圾处理了 换一思想 那如果这真的是古董的话 他们还保护了文物 是有功的人呢 慕容熙被他这么一说 那些情绪瞬间就一扫而空 行 那正你拿好啦 这几年不行 等过个几年 这东西卖出去的话 那就值钱了 当然了 如果他有钱 就可以当收藏品 亲爷姐这次小心翼翼地接过来 毕竟 他对象可是说了 这玩意儿老值钱了 虽然 他看着灰兔兔的碗 实在是看不出哪里值钱 盯久了 他突然想起一件事情 凑个去 嘻嘻啊 我家魏姬有个碗 回头我给你看一下 慕容熙 接下来 秦也姐就没有打扰到他 乖乖地跟在身后当个粗食工人 都说七十年代发财 就是往那废品站中走 这话 真的是说得太对了 慕容熙这一圈转下来 他就逃到了五件宝贝 一件是宋代大画家的真迹 不过上面有点脏污了 但是对慕容熙来说 不碍事 他有本事修复炎样 这五件中 有四件都是微瑕疵的 估计收来的时候 被随意碰过了 但是这不碍事 他那老妈虽然是考古的 但是他另外有个 最厉害的古董修复技能 而他呢 正好也跟着学了一手 秦也姐看到他不再挑剪了 就问道 都好了吗 慕容熙点了下头 好了 我们可以回去了 行 再给我个两分钟 马上就好 秦也姐把他选那些东西 装进一个破布袋 然后又随便选了 几样没用的东西 一起装进去 好了 现在走吧 慕容熙深深看他一眼 不得不承认 有些东西 他好像真的是蛮细致的 他会不会问他 这种状况 这种状况 我猜是 这种状况